第二千二百三十一张握手大会 一楼是接待大厅 同时也有我们公司的文化产厅 张探带领小红马深夜学员代表一行来到漫画公司 亲自介绍给他们 园长黄仪 老李等人听得很认真 小白等小朋友们一开始也听得很认真 但是听着听着就一个个不认真了 交头接二 东张希望 或者被什么吸引了好奇心 我忍不住跑开了 最后只剩下小米和澄澄还留在身边 认真听张探讲解公司的文化 这个文化展厅规模不大 但是里面内容琳琅满目 各种曾经做过的经典漫画集中展现在这里 还有各种漫画角色手办 小朋友早就被这些手办吸引了 一个个到处乱跑 稀罕地打量这些漫画角色 例如喜儿竟然在这里看到了 她现阶段最爱的爱冒险的堵拉 而小白也在这里看到了百变小鹰 还有美少女战士 好家伙 这些美少女战士的手办身高比例 就和小白等人差不多 看起来跟真人似的 喜儿特地跑到手办面前 比划比划 身高上 她甚至还矮了一点 这个小不点 还啊贴笑得前腐后腰 文化展厅里 原本安排了两个讲解员 是青春靓丽的大美女 但是因为小朋友们分散了 所以张探便让他们去跟住小朋友们 帮小朋友们讲解 她来给大人们讲解 小红马漫画工作室 曾经做过许多经典漫画 从秦氏明月到虫诗 从天空之城到悬崖边的金鱼鸡 从一帮人无黄刃坛到追击动物城 从怦然心动到夏目有人杖 从功夫熊猫到七龙猪等等 一步步经典漫画 塑造了无数个经典角色 这些漫画和角色 全部搬到了漫画公司的文化展厅里 加上原本杂志社的那些漫画 积极一堂 几乎可以代表华夏漫画的发展史了 这应该是小红马漫画公司 全体漫画人的骄傲了吧 这里是他们的历史 是他们的来源 是他们的每一部足迹 值得所有人骄傲 所以张探才会第一时间 带领大家到这里来 听一听漫画公司的曾经 在展望未来 小朋友都很喜欢这里 尤其是诚诚 他是故事大王 对这里的漫画故事分外感兴趣 这其中 有他看过的 但更多是他没看过的 他彷復走进了自己的乐园 这里让他快乐 让他无比的兴奋 诚诚 你是不是很喜欢这里 刘刘察言观色的本领 一向厉害 第一时间注意到了诚诚的状态 立刻溜达到诚诚的身边 诚诚点点头 眼睛在发亮 刘刘立刻说 我去找张老板 让你以后在这里上班 好不好 诚诚赶紧摇头 他就算很喜欢这里 但也没想到 要在这里上班呀 毕竟他还这么小 他当然喜欢在这里上班 没关系的 诚诚 没关系 我们不要客气 想要什么就跟张老板说 他是个大方的人 可不像小白 那么小气巴巴的张老板 人还是很好的 刘刘说道 听口气 好像他很懂张探似的 而且这家伙 似乎以这里的小主人自居 说起来一套一套的 不要麻烦张老板 诚诚小声说 不麻烦 不麻烦 我去就来 刘连说完 特地凑近晨晨 深深吸了一口气 赞叹好香鸭 然后就跑去了张探巧边 招呼张老板弯下腰 把耳朵凑过来 他要说悄悄说话 他很快就跑回了晨晨身边 把张老板的回复带去了 当然是没有问题 晨晨只要想来 随时都可以的 谢谢你 刘刘晨晨 由衷地表示感谢 哈哈哈哈 不用谢 我们谁跟谁呀 刘刘豪爽地说道 顺势把手搭在了 橙橙的肩膀上 搂着小香瓜 眉飞色舞 得意的不要不要的 早就想这样 搂着小香瓜了 今天如愿了 实现了一大人生梦想 参观完了文化展厅 张探带领大家上楼 不过没有搭电梯 而是走台阶 一层一层给大家介绍 新小光早就安排好了一切 每当一行人出现在哪一层 哪一层的员工们 早就站成了两排 对他们的到来鼓掌欢迎 一个个热情似火 把小朋友们高兴得合不拢嘴 到了第六层 在上楼梯时 新小光就告诉了大家 他们念念不忘的哲歌 就在这一层 这一层是徐启哲和刘香生 带领各自的团队 在这里工作 刘香生今天也来了 当小白等人一出现 就和徐启哲带头鼓掌 表示欢迎 是哲歌 哲歌原来在这里 找到哲歌了 哲歌是来欢迎张老板的 不是欢迎我们 徐启哲没想到 自己一来就会被卷入风波中 他寻着那个诽谤的声音看去 却没听到具体是谁讲的 不过 他心里有个候选人 看向了刘刘 虽然不能断定就是刘莲的那话 但徐启哲还是第一时间做了解释 我们第四组和第五组 欢迎小红马深夜学员代表一行 历龄视察工作 徐启哲说 他虽然酷 但是又不是傻 场面话是会说的 嗨嗨啊 我看到了哲歌的招财猫 徐启哲的办公桌上 放了一只食客 都在摇晃招财的招财猫 那是刘长江等人送给他的 他很珍惜 放在了书桌上 随时看得到 从徐启哲和刘相声所在的这一层网上 刚好遇到了吴世影带领外国同行一行人 双方见面都是一愣 吴世影脑子转得很快 立即笑着给这行同行介绍说 这是张董事长 对方一行人听闻张探便是董事长 这里的老板 眼睛一亮 热情地上前来握手 张探虽然不清楚这些人是谁 但是习惯性地对他们的到来表示了欢迎 对方的董事长很热情 和张探握手后 又和他身后的众人握手 大人握完了 看到伸出手眼巴巴等着的谭喜儿小朋友 于是也握了握 抓了抓 结果小朋友们一个个全部伸出了手手 排队和对方握手 而对方一行人看到董事长这么勤快 不能给董事长丢了面子 于是跟住排队一个个去握手 就这样 现场瞬间变成了握手大会 你一下呀我一下 握手的同时还不忘自我介绍 我叫喜儿 喜儿你好 我叫陈红 陈红你好 我叫小白 小白你好 我叫蒋彪 蒋彪你好 我叫刘刘 刘刘你好 我叫于建国 张探看住这面 看起来其乐融融 但是总感觉哪里别扭 说不上的怪异 第二千二百三十二章爆款潜力 哈喽 我吃药呢 我吃药呢 喜儿听说对方是一群歪果人 立即标自己的谈识英语 可惜人家听得一脸猛圈 完全不懂其中的意思 直到小白帮忙解释 说 喜娃娃是在问你叫什么名字呢 说完 她转向喜儿 教训道 你个瓜娃子 你说的英语能不能准确一点 人家是歪果人 听不懂你的英语 你还是快别说了 喜儿自信道 我会说英语 小白没好气地说 你说的英语人家听不懂 喜儿依旧密之自信 歪果人都能听懂 小白道 他们就没听懂 对呀 是他们没听懂 又不是我没说好 嗨啊 小白都无语了 这时候 小米小声对他们说 他们听得懂我们说话 小声点 小白 霍喜儿 刷的一下 全部看向了这群所谓的歪果人 领头的那的老者董事长 不想和他们对视 因为对视上的话 真的很难做到假装没听懂 不过 刚刚要互相介绍 已经用过中文了 再说听不懂 是不是已经太晚了 他们虽然是歪果人 但却是外国的华人 英语和普通话都能说 只是谈识英语 没能听懂 对方董事长 虽然很想和张探聊一聊 但是见张探此刻 正在接待 哪怕接待的对象 是一群小孩子 他依然表示很尊重 请张探先去忙 对方的态度 让张探很受用 便请他们 在公司多待一会儿 座谈的时候 他会抽空过来的 老者董事长大喜 连连向张探表示了感谢 这位老者董事长的名字 叫于建国 要分开时 于建国从口袋里掏出名片 递了一张给张探 旋即又抽出多张 分别递给了星小光 黄仪等人 突然见到几个小孩 昂着小脑袋 眼巴巴地看住他 于是也递给他们名片 小白搓搓手 苍蝇小孩 接过名片 像模像样地认真看了看 喊了一声于董 郑重地把名片 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于董 还阿贴喜儿 也学小白的样子 喊一声于董 放好名片 这个于董的称呼 是刚刚张探称呼 于建国的 流流忽然跑开了 很快又疯疯活活跑了回来 郑重地递给于建国 一张纸巾 上面写了他的名字和电话 以及他的职业 于建国一看 只见纸巾上写的是 沈六十六 小学二年级 歌手 演员 字写得歪歪扭扭 但是好歹看得懂 于建国笑道 啊 竟然是歌手和演员 试镜试镜 小沈你年纪轻轻 成就却已经这么不凡了 流流别笑 自得地点点头 说道 我已经很久没演戏了 唱歌天天唱 我现在更喜欢唱一点 嘟嘟对他说 但是你唱歌没有演戏好 你走错路了 流流 你 流流一只手 捂住了嘟嘟的嘴巴 把他拖走了 直到走远了 听不到他们的说话声了 流流才停下 接着就是对着嘟嘟一阵苦口婆心的教育 核心思想是 怎么能在外面拆姐姐的台呢 接着 大家便看到两人激烈争论 好一会儿才回来 而这时候 于建国一行人已经走了 张探带着一行人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流流在办公室里跑来跑去 站在落地窗前打亮外的风景 嘟嘟则是看到地上放着一袋高尔夫球杆 忍不住就去搬运 帮张老板找地方放好 星小光安排工作人员送来了水果 饮料 摆放在办公室的茶几上 请大家在这里休息休息 大家一路走上来 也确实有些累了 需要休息休息 而小朋友们看到有小熊饮料 已经不用招呼便自己坐了下来 小白给大家发 一人一瓶 此刻都在一边喝小熊 一边聊天 老李说张探你有事就先去忙吧 不用一直陪着我们 黄姨也说 是啊 张探你去忙吧 刚才那个玉董事长不是在座谈吗 估计是谈合作 你去看看吧 小白一听 立刻也劝道 老汉你快去吧 我们又不是小孩子 不用你管 这里我来照顾腮 园长阿姨和李白白我们都会照顾好的 刘刘点头道 小刘老师和小圆老师照顾我们 小光哥哥照顾小圆老师 这样我们就可以相互照顾 多好呀 哈哈哈哈 我真是个天才 喜儿说 小光哥哥没人照顾 大家刷的一下 全部看向了新小光 新小光说 不用 我不用 我不需要谁来照顾 榴莲又开口了 这孩子一说话总会调起点什么 你很强壮呀 小光哥哥 我觉得你好可怜 但是你一点也不想哭 嘟嘟要向你学习 压嘟嘟 嘟嘟 正在捏蜜剑 这已经是他捏的第二颗了 但是自己却没吃 而是为给了身边的喜儿 听到刘连喊自己 不由气呼呼地说 我又不哭的 刘刘哈哈笑 他就是趁机报复 就算结败小闺蜜 也一样伤害 张探离开了 来到吴世影与玉剑国等人 座谈的会议室 他一推门出现 会场的众人便全部站了起来 并把主位让了出来 对面坐着的便是玉剑国 再来之前 张探已经收到了 吴世影发来的短信 大致知道了 玉剑国一行人此行的目的 虽说是走访学习的 但其实是想寻找合作机会 玉剑国也开了漫画公司 在太平洋对岸 公司发行的漫画 在欧美地区都有发行 而小红马漫画公司的漫画 主要是集中在华夏市场 对东亚和南亚等周边市场的 辐射有限 更别提欧美地区了 玉剑国的漫画公司 业务不涉及亚洲 只在欧美 他无意中得到了一期 大唐幻夜漫画杂志 对其中正在连载的漫画 《周末的女武神》十分推崇 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商机 相信这部漫画 在欧美地区也能畅销的 他透过《周末的女武神》 一路查询 才发现了小红马漫画公司 然后彭扶发现了一个大宝库 追击动物城 功夫熊猫等等 他认为在国际市场上 都很有成为爆款的潜力 第二千二百三十三章 良心大大的有 在小红马深夜学员代表一行 访问小红马漫画公司后 以新小光会来世的性格 他第二天便组织漫画公司的人员 回访小红马学员 因为小红马学员只在晚上营业 所以他们自然也是在下班后来的 来的人大部分都是以前漫画工作室的 曾经在学员办公过很长一段时间 例如吴世影 徐启哲 刘湘生等人 他们送来了许多礼物 每个小朋友都有 还有老师们的 除了带来了礼物 他们还带来了故事 晚上组织了故事大会 从新小光开始 每个人给小朋友们讲一个故事 当场有小朋友们举手表决喜欢程度 有人专门统计举手的数量 举起的手手越多 表示喜欢这个故事的小朋友就越多 也就表明这个人讲的故事最好 既然是漫画工作者 那肯定要会讲故事吧 这也算是考验新小光等人的业务能力 并且由张探来总结成绩 由不得新小光等人不重视 当所有人都讲完故事后 统计举手时才发现 好家伙 大艳艳沈流流成了关键胜负手 新小光讲完故事后 流连双手抱胸 没有要举手的意思 当时新小光看到了 但没太在意现在这么多小朋友 不在乎流流这一个 结果到了最后才发现 他们的排名往往就靠这两个 因为每个人都讲完 基本上所有的小朋友 都会高高举起小手手 表达自己的喜欢 小朋友十分的捧场 谁讲完都举手手 所以最后统计票数的时候 才发现 就差流流这一票 除了流流 便是诚诚的小手 举得十分慎重 小香瓜可不是所有人 都举手称赞的 它的标准可高了 你55票张探对新小光说 新小光连忙问 满票多少 张探道 57票 新小光问 是哪两个没给我举手 我知道 有一个是榴莲 她看向不远处的流流 只见榴莲正在快乐地喝小熊 那小熊饮料 还是她买来送的 这个没有良心的小燕燕 还有一个是谁 新小光问 她倒要看看是哪两个 没有良心的小朋友 没她举手 结果被告知 另外一个是澄澄 张探解释说 澄澄觉得你讲得很好 但是不够好 新小光被说得一阵无语 如果说榴莲没举手 可以归咎于没有良心 那么小香瓜没有举手 那就只可能是你讲的 确实没有那么好 张探说 新小光被她噎得说不出话来 心里知道就行了 干嘛非要说出来 这一晚 第一名被吴世影和徐启哲同时摘得 吴世影可以说是故事讲得最好 语调 神态都很让小朋友中意 而徐启哲能够摘得第一名 实在出乎大家的预料 只能说她粉丝经营得非常好 这一晚 小红马学员里欢声笑语 热闹不已 上一次黄家村的村长告诉张探 他们的拆厨房要抽签选择了 这天 村长终于来通知了 让张探去选房 村长没有打电话 而是直接来到了小红马学员 当面通知 顺便和老李 黄姨聊了一会儿天 他还送了一份马蹄膏 据说是他老婆亲手做的 傍晚时分 月亮挂在半空中 气温已经没有那么冷了 张探出门 随村长去选房 小白 走 张探挥手 把正抱着马蹄膏肯的小白 喊上 小张父女俩出了门 和村长来到了村委会 村委会里已经有一些人 见到村长出现 纷纷询问选房的事宜 旋即看到村长身后的张探 无不热情地打招呼 喊一声张探 这称呼把跟在身后的小尾巴 小白听得一愣一愣的 啊 是小白啊 大家见到小白 也是笑着打招呼 小白同样热情地回应 不管认识不认识的 大家都是来选房的吗 张探问 是啊 我们是第一批选房的 张探先选吧 有人说 张探摆手说 说笑了 听村长的安排 村长笑骂那个人 话可不能那么说 万一被有心人利用 难免引起麻烦 准备了纸条 大家抽签 按照纸条上的顺序 优先选房 他端出一个正方形的箱子 正上面有一个圆形的口子 可以容忍伸手进去 选号码 怎么还录影 有人注意到 有村委会的干部 端住一台手提式的摄影机 对住众人 村长说 保证公平公正 公开透明 所以我们全程录像 你们不要在意 我们现在开始吧 谁先来抽签 有人上前第一个来 伸手在箱子里 摸了一张纸条 怀着忐忑的心情打开一看 只见上面的号码是三 村长笑道 你第三个选房 后退 让其他人来 张少去吧 有人说 村长看向张探 张探也不推脱 那我来小白 你来抽 众人都看着小白笑 小白并不胆怯 老汉叫他上 他就上 飞快的伸手 往箱子里一掏 掏出了一张纸条 打开一看 赫然是个一 现场一阵起哄 都夸小白的手气好 小白暗戳戳地笑 眉开眼笑 搓搓手 苍蝇小孩似的 张探记得 这个小朋友的手气 一向很好 上次到商店 买小熊饮料 他接连中了几瓶 更夸张的是 今天没有来的 喜娃娃 手气堪称逆天 就连迷宫 都可以平级运气 走出来 这次没有叫 喜娃娃来 就这点难度 小白出马 轻易摆平 现场不到十个人 大家很快 抽完了顺序 排在前列的人 自然是高兴 排在后面的 则有些丧气 张少 你来先选房吧 不过在这之前 我们先给大家 讲解一下 房源资讯 村长说道 为此他请来了 房地产公司的 一位负责人 先给大家 介绍房子的情况 如楼层 如户型等等 张探和小白 在村委会 待了半个多小时 出来的时候 脸放红光 一大一小 都是卖着八字布 小白怀里 捧着一叠宣传册子 都是关于 房产资讯的 他跃跃欲试 忍不住 对张探说道 老汉 我去找旧妈浪个样 张探 居高临下 瞄了他一眼 去吧 小白 旋即风一样 跑去马兰花的 煎并果子店 要去告诉旧妈 一个好消息 请她在这几间房子 选一间 以后可不能再说 她是莫得良心的 皮尔黑友 第二千二百三十四章 我简直要被旧妈气死 旧妈旧妈 远远的 小白就大喊 一边飞奔进店 煎并果子店里 马兰花听到声音 探头出来 问道 跑啥子跑 小白飞奔上前 小脸蛋红扑扑的 眼睛在放光 你看 她把怀里那一叠宣传册子 展示给旧妈看 得意洋洋 期待表扬 啥子东西 马兰花不明所以 一边忙碌 一边不经意地询问 现在是晚上七点多钟 皇家村里十分地热闹 下班后的人群 在街上闲逛 寻找各种事实 马兰花的煎并果子店前 有不少人在排队 等住买一套煎并果子 当晚餐吃 店里雇佣了几个妇女帮忙 但是马兰花 并没有当甩手掌柜 而总是亲力亲为 自己能做的就不用别人 她这种人 可能一辈子都当不了大老板 小白把房子的宣传册子 递给她 期待地说 你看看塞 马兰花忙碌住 手上的动作没有停 只是说了一句 现在没有空 现在店里正是最忙的时候 她哪有空去看小白 给的这些小册子 你看看塞 你就看一眼塞 小白跟在她脚边 她去哪里 小白就跟去哪里 手里举住小册子 一定要她看一眼 马兰花无奈 接在手中扫了一眼 看到是房子的介绍 便还给了小白 这玩意儿是住傻子的 霍霍霍 小白暗戳戳地笑 继续跟在马兰花脚边 当条小狗子 舅妈 勒个是我和老汉送给你的 你选一套房子塞 马兰花低头看了她一眼 把她拨到一边去 不要挡路 猜扁了你我不负责 小白不生气 继续巴拉巴拉说 舅妈 勒个房子就在皇家村 是我和老汉刚刚选的 我们家有五套 送你和舅舅一套塞 马兰花把一套煎柄果子切好 装在纸袋子里 递给外面等候的小姑娘 忙完了 才低头对小白说 我谢谢你哦 快回家去吧 舅妈我忙住 舅妈的反应出乎小白的预料 完全没有惊喜压 好像看她是个笑话似的 小白不死心 继续巴拉巴拉 要送一栋房子出去 要说服舅妈收下 但是马兰花全没当她是一回事 小红马学员里 张探独自回来后 并没有回家 而是和老李坐在院子里 一边喝茶 一边闲聊 明天就要把老李的港亭 推到重建 老李还有点不舍的 港亭里的东西 已经全部搬出来了 今晚搬了最后一部分物件 嘟嘟帮了大忙 其实前几天 就能一次把东西搬完的 但是老李愣是把工期 延长了好几天 就为了让赵小姐 能够多搬运几天 哦对了 选好房子了吗 老李这才想起 张探刚出门 是和村长选房的 选好了 张探端起茶几上的茶杯 喝了一口 他晚上只喝这一杯 多了不喝 会睡不住 怎么样 老李问着张探 怎么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这可是五套房啊 而且是在浦江 而且是在浦江的市中心 虽然现在还是城中村 但那也是市中心黄金地段啊 老李要是不问 张探似乎根本不打算 跟人分享这个好消息 五间房子 挺好的 不过还早 房子都没建好 而且我也没想好 怎么处置 张探说 老李忍不住说 怎么听你这语气 好像这是五套煎饼果子 张探看到流流 再往这边来 便说道 流流听到你说煎饼果子了 估计是来找你要吃的 老李飞快地 瞅了一眼大艳艳 我这里要吃的没有 喝茶可以管够 流流果然是冲着他们来的 不过人家大艳艳 可不是为了煎饼果子来的 她是来问张探 小白上哪里去了 小白跟你一起出去 怎么回来的只有你呀 你是不是把小白卖了 流流一开口 就能让人气不打一出来 自己的亲闺女 能说卖就卖吗 她去她舅妈的店里了 晚点会回来 张探说 不知道流流听没听到 或是听没听进去 这家伙嘀咕就走开了 没一会儿 教室里不断有小朋友 来问张探 他家小白还会不会回来 张探便知道了 大艳艳果然是没有 把她的话听进去 在小朋友面前诋毁她 不过确实 小白去了好一阵子了 差不多该回来了 张探左等右等 始终不见小白来 正要去看看时 便在学院外看到了 慢悠悠往回走的小白 这个小朋友满脸的不高兴 见到张探 更是气急败坏 她怀里的宣传小册子还在 向张老汉大道苦水 告马兰花的状 我简直要被舅妈气死 勒个马兰花 她好心去送房 让舅妈选一套 结果舅妈根本不把她当回事 以为她是玩的呢 这下不但没有把房子送出去 而且还被舅妈奚落了一顿 后面马兰花被吵得受不了 甚至要把白春花小朋友赶出店里 两人一个站在店外 一个站在店里 大吵了一架 现实和理想相差得太大了 小白以为舅妈即便不哭住 把她抱在怀里说 小白 以前都是我错怪你了 是我太傻 没有发现你的好 对不起呀 小白 舅妈不是故意的 舅妈只是有点傻而已 那起码也要说 小白 你这个好孩子 以后我傻子都听你的 你想吃啥子 你来就是了 随时给你做 辣椒多放 盐巴也多放 你想放多少就多少 但实际呢 她被奚落了一顿 被说是个傻孩子 傻乎乎的来捣乱 张探见小白情绪低落 安慰道 没事没事 送房子毕竟是一件大事 舅妈一下子难以相信 也是正常的 换成是我 也会很怀疑的 小白委屈地说 我只是想让舅妈和舅舅 住大一点的房子塞 张探继续安慰 你有这想法 就表示你是个好孩子 有孝心 很善良 舅妈会明白你的 只要我们多跟她说几次就行 小白却说 不给舅妈了 给李白白歪 说着 就把一叠宣传册子 都放在了茶几上 让老李选一套去 老李一点不客气 捡起一本宣传册子 就看了起来 并且很快选中了一套 南北通透的大三房 别的我不要 我就要这套150平米的 给我留着 沙子 小白凑过去打量这套房子的介绍 就这套 你不是让我选一套吗 我选中了这套 给我留着 怎么不作声 你想反悔 霍霍霍 李白白 我想起来了 你的房子明天就要推倒来重新建呢 给你建新房呢 哈哈 小白一边宰笑 一边拢了拢茶几上的宣传册子 抱着开溜了 第二千二百三十五张蛋糕店偶遇 张探猜想 马兰花不一定是不相信小白的话 而是不敢接受这样的馈赠 所以假装糊涂 把小白的话当成玩笑 还差点把小朋友给打了 张探得想个办法 让他能够收下才行 小白刚好看到白剑平 在皇家村的街上闲逛 这里看看 那里瞅瞅 小白立即兴奋 猜想他舅舅是不是要闹门儿子 这小家伙偷偷摸摸地窥视 白剑平的一举一动 还不让张探出声 以免打草惊蛇 妇女俩藏在一根电线杆后 小白盯着白剑平 只见白剑平夺不进了精致的小店 两人抬头看去 只见这家小店的名字 叫小瞻蛋糕店 两人对视一眼 都没想到白剑平会溜进蛋糕店 小白立刻从电线杆后跑出来 一溜烟跑到蛋糕店前 在门口探头探脑 先打量里面的情形 确认舅舅就在里面后 他假装只是路过 恰巧也进了店里 然后和舅舅打了一个照面 哦哦 是舅舅呀 好巧呀哈哈 小白充分学以致用 把自己的演技用在生活中 可是毕竟不如大艳艳来的自然 做不到天衣无缝 以至于他舅舅产生了怀疑 盯着他道 刮娃子你跟踪我 小白连忙白手否认 心里嘀咕怎么舅舅这么厉害 一眼就看出了他是在跟踪 还说不是跟踪 不然你怎么也会到蛋糕店里来 白剑平打定主意 小白就是在跟踪他 小白继续否认 并且招手把他老汉叫进来 以他老汉为挡箭牌 说道 我是和老汉来的 我老汉想要吃蛋糕 我来给他买呢 舅舅 你在这里 白剑平见张探从外面走来 并朝他点了点头 张探笑道 真是巧啊 小白想吃 我想吃蛋糕 刚想进来买 霍霍霍 小白名笑 白剑平将信将疑 舅舅 我请你吃蛋糕塞 你想吃哪种的 小白开始献殷勤 白剑平却说 我不吃蛋糕 太油腻了 三高 沙子高 小白问 三高 说了你也不懂 张探问 不是来买蛋糕的吗 我们可以一起买 白剑平这才说出自己的目的 他是想买蛋糕 但不是现在 现在只是来看看蛋糕的品类 一边过几天需要的时候 可以直接买 对于有特别要求的蛋糕 还可以提前请蛋糕店定制 白剑平是来为马兰花的生日做准备的 马兰花要过生日了 他想要一个比较大的蛋糕 以前的白剑平可没有这么多心思 他和马兰花过生日时 只是比平常多了两个鸡蛋而已 相对而言 白剑平过的生日更多 而马兰花的生日 经常是过去了好久后 某一天突然想起来 才恍然生日已经错过了很长时间 这方面 白剑平做得远远不够 以前他基本上记不住马兰花的生日 而细细想来 其实他每一年的生日都有过 虽然只是多了一两个鸡蛋 但起码有了一试感 日子再忙 马兰花也把这些记得清清楚楚 相反 他从来不记得马兰花的生日 错过了许许多多次 这次白剑平倒是记得很清楚 提前了一个礼拜就开始做准备 无他 他最近惹了马兰花生气 马兰花正在和他冷战中 已经三天没跟他说话了 至于原因 哎 他是跳进黄河喜不清 其实 要真说起来很简单 就是有一天晚餐后 皇家村里有个女的来他家楼下 喊他去跳舞 刚好被马兰花撞见 白剑平差点被打死 但他不敢生气 现在满脑子都是怎么挽回小仙女的心 这些原因白剑平是不会跟小白和张探讲的 过几天你就妈要过生日了 我准备预定一个生日蛋糕 白剑平说 小白一惊 赶紧掐纸算算 装模作样 然后恍然 惊喜 真的爱 是舅妈的生日 白剑平撇撇嘴 问道 算出来哪天 小白 这时候 张老汉帮他解了威 既然是生日 不如搞大一点 多请几个人一起热闹热闹张探建议 白剑平迟疑 小白立刻附和 对的 我老汉说的对的 搞大一点 热闹热闹 多请几个人 旋即想到不久前的那的小可爱 赶紧激动地说 把小小白喊来一起玩 白剑平正在绞尽脑汁讨好马兰花 听了张探的意见 心里已经同意了 给老马一个惊喜 让他高兴高兴 兴许就不生气了 舅舅 你想买啥子蛋糕 小白询问 在店里看来看去 要挑选最大的那个 但这店里的蛋糕都是比较小尺寸的 没有小白想要的那种大蛋糕 张探就询问老板能不能预定 定制一个 老板当然没问题 问了各种要求 收了定金 和张探约定时间来拿 和白剑平出了蛋糕店 小白热情地邀请白剑平 到小红马玩完 白剑平觉得小红马没什么好玩的 但是挡不住小白的热情似火 于是勉强跟住去了 此刻是傍晚时分 小红马学园里有小朋友到了 但是不多 院子里目光所及之处 有几个小布点 在沙坑里哼花干的热火朝天 白剑平一眼认出了小小和小李子 另外一个更小的小布点不认识 小白告诉他 那是小柳老师的女儿 叫小王 这时候 教室里走出来一个老师 但白剑平却不认识 这才知道小红马学园里来了新老师 霍霍霍 勒个是小萌的妈妈 小白暗笑道 还有一个在教室里 是小宋琴的妈妈 好啊 招老师了白剑平说 在院子里瞎转悠 在老李的邀请下 两人坐下喝茶聊天 小白跑掉了 很快又出现了 怀里抱着一叠宣传册子 跑来向舅舅兜售 但老李一看到他就说 送我房吗 不要跑 说好了送我的 老李见小白小兔子似的 一溜烟又跑了 哈哈大笑 茶几上放着收音机 正在播报一天的新闻重点 白剑平也很感兴趣 一边和老李闲聊着 一边听得津津有味 忽然 新闻广播里说 今年的金鸡奖提名名单 已经出来了 其中最佳影片的候选名单有 莫迪 当幸福来敲门 老白精神一阵 刚好和老李投来的目光对上 老李问 有两部电影是不是张探的 老白说是 老李立刻扯开嗓子大喊 张探 这一吼把白剑平吓一跳 也把沙坑里偷偷摸摸挖沙子的三个小孩子吓了一跳 纷纷投来目光 教室里也很快跑出来一个人影 是小白 张探也被喊出来了 不过不是老李喊的 而是小白亲自飞去喊来的 老李喊破嗓子 张探在书房也听不到 小白小脸红扑扑的 跑去向张老汉报喜 张探这才知道 自己的电影入选了金鸡奖最佳电影提名 他的手机上一下来了许多祝贺的讯息 电话也响起来了 他还没空去确认提名的具体情况 从大家的资讯和电话中知道 他不光有电影提名了最佳影片 而且莫蒂的导演王浩竟然入选了最佳导演提名 王浩的上一部电影是《遥望南方的童年》 成本只有几万块 莫蒂只是他的第二部电影 小红马学员很快就传开了 小朋友们都知道张老板要得奖了 至于什么提名不提名的 小孩不懂 反正就是获奖了对不对 小白乐见其成 并不纠正 刘刘和嘟嘟甚至拉出了一栋卡拉OK机 在院子里唱起了歌 祝贺张老板获奖 恭喜你 呀 恭喜你 刘刘胡乱唱道 张探虽然不出来 但没关系 小朋友们排队去三楼 为他送上祝福 张探不由地哭笑不得 只是提名而已 万一最后没获奖 这些小朋友会不会反水 不知道是谁提议的 反正传到张探耳朵里就是 需要买点零食给小朋友庆贺一下 获奖了不请客 说不过去吧 张探也不是小气的人 立刻拨了一笔钱 派出了几只得力干将 出门批发买零食 这群小朋友很快回来了 买来的零食确实很多 有甜筒 有小熊饮料 张探第一时间看向喜儿 果然 这小朋友没开眼笑 已经目中无人 只有甜筒 他刚提醒喜儿一句 让他不要多吃 喜儿就哼了一声 给了他一个可爱的白眼 跑开了 张探 哈哈哈哈 我来为大家唱支歌 流流又开始了 一脉在手 天下我有 趁着小朋友都在吃零食时 他是一边吃 一边到处闲晃 他自己的那份零食 很快就吃完了 但是每当看到他 他手里却总有点还没吃的 也不知道他从哪里 坑蒙片弄来的 一 小王 你的甜筒脸 小白刚刚还见王又璇小朋友手里有甜筒在吃 转过身 回头再看 小王手里的甜筒已经不见了 小王天真的指了指不远处的流流 说让流连再帮他保管 因为他刚刚去了浴室 小白说 那你快去要回来 晚了会被流流吃掉的 小王立刻蹦蹦跳跳去找流流 却见流流把最后一口甜筒吃进了嘴里 顿时僵在原地 两人四目相对 小王垮着脸 一脸的情绪低落 想哭但是忍住了 他没有哭 也没有大吵大闹 只是静静地难过 流流眼珠子转了转 假装无事 问道 小王你怎么了 还问怎么了 你不知道为什么吗 小王声音低落地说 我本来想吃一点甜筒的 但是 流连你把我的甜筒吃掉了 说完 小王不给流流狡辩的机会 静字走了 走到小白面前 情绪低落 但是语气平静地向小白告状 说他本来想吃一点自己的甜筒的 但是结果被流流吃掉了 说完他就走了 似乎不打算请小白帮他主持公道 他路上遇到了小李子和小小 对他们说了同样的话 告了流流遗状 小李子当即要冲过去找流流质问 好在小小 笨 是小小 小小没有拉 而是同仇敌忆 一同冲去了找流连 小王看住小伙伴们跑去找流流算账 他却没有跟去的打算 而是继续失魂落魄地在院子里溜达 见到谁都要告一状 最终 他似乎累了 坐在了牢里的身边 呆呆地看住茶几上咕噜咕噜冒泡的茶壶 在发呆 可能是在为自己那半只甜筒难过吧 小米发现了他情绪不对 走了过来 摸摸他的小脑袋问 玄玄你怎么了 王又玄小朋友 庞扶式复读机 又把告流流状的话语说了一遍 几乎一字不差 甚至每个字的语调都没有变化 只是告状结束后 他注重描述了自己当下的心情 他小乃因说 我本来想吃一点我的甜筒 结果 流流全吃掉了 心情很失落 心情越来越不好 越是 越难过越生气 Epsilon等于阿姆克拉奈 他生气就是生闷气 他说话一套一套的 小小年纪 会得词语却很多 看来小流老师给他打小的幼儿教育很到位 你不要难过了 小米安慰他 院子里传来了骚动 有吵架声 听起来是榴莲和小李子在吵架 大家都寻声看过去 小王小朋友也抬头往那边看了看 继续低落地说道 我本来想吃一点我的甜筒的 但是 结果 流流全吃掉了 你不要难过 我去帮你讨回公道 小米说完 往流流那边去了 很快 榴莲被压着来 榴莲跑了 榴莲跑了 趁乱逃了 小王小朋友的目光 循着骚动的方向转移 但始终没有看到榴莲 他一个人坐在小凳子上 嘴里嘀嘀咕咕 彭扶复读机一般说着刚刚的话 我本来想吃一点我的甜筒 但是 结果 流流全吃掉了 老李瞄了瞄这个小不点 想笑 但是忍住了 毕竟人家此刻正难过住呢 别看小王面上风平浪静 但心里肯定已经波涛汹涌了 嗨阿姨 我来了 一个快乐的身影出现了 在小王身边坐下 小王抬头一看 是喜儿小姐姐 他继续用低落的小奶音说道 喜儿姐姐 我刚才本来想吃一点我的甜筒 但是 结果 流流全吃掉了 喜儿已经知道了 毕竟刚刚发生了这么大的骚动 不用想也知道 一定是流流又前了坏事 嗨阿姨 你看 喜儿笑颜如花 便出了一个甜筒 递给小王 这是不是你的甜筒 你拿去吃者 但小王看了看甜筒 再看了看他 说 这不是我的甜筒 我的甜筒吃了一半 还没吃完 玄机他又说 这是你的甜筒 你没有吃 你剩下来要给我吃吗 喜儿呆了呆 只觉得小王好聪明 是个人间小清醒 不好骗有 你吃吗 给你吃 喜儿说 小王摇摇头 又摆摆手 注重强调一下 我不吃 这是你的甜筒 你肯定也很想吃一点你的甜筒 但是 结果 我不能把你的甜筒 全部吃掉了 你自己吃 好吃它 说这些话的时候 真像个小大人似的 看起来似乎比喜儿都成熟一点 第二千二百三十七张 流流的演技 小王铜鞋 小王铜鞋失落地坐在牢里身边 双手拖着腮 难过地叹气 来了 流流来了 流连看你干的好事 随着声讨声接近 小王铜鞋看到了被抓来的流流 流连的双手被反剪在身后 一左一右是小白和小米 和平常不同的是 这回他没有狡辩 而是垂住头 一副认罪的样子 流流你说 你为啥子吃小王的甜筒 小白问 微观的小朋友 纷纷出声声讨 对呀 你为啥子吃小王的甜筒 一个小朋友就一个甜筒 吃了自己的还吃别人的 哼 快要他吐出来 流流垂下的脑袋 终于抬了起来 看向了说要他吐出来的小朋友 好家伙 是小小 这小不点够狠的 嘟嘟你来帮我抓着 我区区就来 小白招呼一旁的嘟嘟 来抓住流流的左手 自己跑了走 不知道干嘛去了 流连一滴侧头 看向嘟嘟 再看向嘟嘟 抓着他的手的手 嘟嘟哼了一声 转过头 看向夜空 假装没看到流流的眼神 以及眼神之后的意思 他受了小白的嘱托 那么就要好好做好 就算是要他大意灭亲 流流你有什么有什么话 想对小王说的 小米问 流流终于看向了 坐在小凳子上的 王又璇小朋友 想了想说道 不要告诉你妈妈哦 众人 小米有点生气地说 什么呀流流 这就是你想说的吗 没别的了吗 他真是对流流 恨铁不成钢 流流连忙说 对不起压小王 小王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给我的时候 我一直告诉自己 不要吃不要吃 不要想 不要看 不要闻 但是我的手手 把你的甜筒 送到了我的嘴边 我的舌头忍不住说 尝一下吧 尝一下啪啪 就一下 然后他尝了一下 然后他又说 再尝一下吧 就一下 一下又一下 没一会儿就吃完了 我对不起你压小王 我真的忍不住压 太难了 我太久没有吃甜筒了 我已经有好几年 没有吃到甜筒了 太好吃了 老我 你把的 我手手抓痛了 嘟嘟松了一点 问道 现在呢 好点了 但是你要是再松一点 就更好了 我再松一点 你不就跑了吗 我不是那样的人呀 那你是哪样的人 嘟嘟你不相信我 你还是我的好妹妹吗 嘟嘟毫不犹豫地摇头 我不是 啊 我的天呀 我吃了小王的半只甜筒 我的好朋友也背叛了我 这时候嘟嘟却说 我是你的好姐姐 刘刘 都这个时候了 生死攸关的时候 嘟嘟怎么还在计较这些呢 真是个没有大局观的小孩子 小王小王你不要哭 小白跑来了 手里竟然又多了一个甜筒 他把甜筒递给小王 说 给你的 我找我老汉要的 赔偿你流流吃的那个 见大家目光灼热地看向他 他连忙补充一句 这是最后一个了 吃完了就没了 你快拿着 小王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下来了 小声向小白表示感谢 小白笑道 不用谢 帮助小朋友是我们的责任 刘刘插话说 因为你妈妈是小刘老师 小白刷的一下 盯着他 刘刘立即不说话了 小白便对喜儿说 喜娃娃你的甜筒自己吃 快点吃 你落个吃的甜筒 也慢吞吞的 你要是不想吃 就给我吃 嗨啊 喜儿立刻美滋滋地舔啊舔 他知道小白是在逗他玩 刘刘偷吃了小王的半只甜筒 最后以小白找张老汉 要了一只赔偿而告终 只是刘刘被教育了一番 晚上回到家里 刘刘竟然主动跟沈丽明和朱小静 说了这件事 他不怕被打死吗 或者 不怕大艳艳的形象受到影响吗 只听说完了事情的刘连 顺便说了一句 朱妈妈 你把我的压岁钱还给我抿 我打算明天晚上 请大家伙缩串串 缩完了去吃冰淇淋 吃完了去推拿推拿 我们换一家馆子 不去以前那家了 我发现旁边的那家馆子 推拿的时候还能看电影呢 我要请大家伙一边推拿按摩 一边看电影 你觉得怎么样 一口气 说完的刘刘期待地看住朱小静 朱小静问 你请大家是为了给小王赔礼道歉吗 刘刘点头 是 我真不是故意吃他的甜筒的 我真的是忍不住了 我太久没有吃甜筒了 我太苦了歪 自从朱妈妈开始管控他的临时后 他就再也没吃过甜筒了 都快忘了甜筒的滋味 直到今晚被张老板把地狱里的欲望勾起来了 顿时控制不住自己 做出了偷吃三岁小孩的甜筒这种糗事 朱小静注视着溜溜的脸庞 只见脸庞上满是真诚 绝无半点私欲 但是朱小静不会轻易相信 因为他们家的这位已经把生活当成了剧组 随时随地都可以进入戏里 他以理性分析 总觉得这件事透着古怪 他甚至在想 这一切都不会是刘刘的设计吧 他先故意吃了小王的甜筒 然后博取他们的同情 然后顺理成章提出要求 怪以大意 赔礼道歉 朱小静想了想 最后还是点头同意了 刘刘的脸上带着丝丝的感动 很认真的递向朱妈妈说了一声谢谢 然后叹其一声 垂头丧气地往自己的房间里走去 看他那肉肉的背影 有一股孤独 落寞和悔恨 朱小静这一刻完全相信了刘连 是真的后悔了 而沈丽明 早就相信了 只是 忽然 在他们的视野里 刘刘蹦蹦跳跳 跳上了床 在床上疯狂蹦打 忽然 刘刘愣在了原地 因为他发现自己忘了关门 而此刻 朱小静和沈丽明正一脸恶然地盯住他 和他六目相对 刘刘 现在 摆在朱小静面前的问题是 到底要不要预知压碎钱 给刘刘去请客 第二千二百三十八张 一条龙走起 尽管朱小静 还是被刘刘的演技给蒙混了 但是 第二天晚上 他兑现了诺言 给刘刘预制了一部分压碎钱 以便他可以请客 修复姐妹之情 除了固定不变的 只想玩 不想工作 闺蜜团外 这次多了一个小王 烧烤的地点就在皇家村 离小红马不远 小王本来还不想来 这个小不点 不情不愿的 是在他妈妈的嘱咐下才来的 说是给刘刘一个面子 但是来了之后 吃了两颗烤的玉米粒 彭扶发现了新天地 这和他这辈子吃过的食物 都很不同 来前杯 刘刘举杯 把气氛带起来 他见小王只顾住吃玉米粒 便把小王的杯子 强行塞在小王的手手里 然后抓着手手举起 碰杯 一饮而尽 刘连对小王说 喝了一杯酒 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你不能再生气了 知道吗 小王沉浸在玉米粒的快乐中 说什么都同意 刘刘大笑 六六六鸭 来 我再敬你一杯 你是条好汉鸭 再次强行举起了小王的杯子 一饮而尽 十分的豪迈 杯子里当然不可能是酒 而是小熊饮料 被溜溜喝出了酒的味道 小王被他的气势感染 也端起小杯杯 把里面的小熊饮料 一前而尽 也抬去袖子 擦了擦嘴巴 诚诚小声叮叮小王 不要这样 这样的话 就不是个好孩子了 Epsilon等于 Balmacron I 小白吃着吃住 忽然叹气一声 坐在他身边的小米 立即投来 关心的目光 并询问他怎么叹气 小白想了想 让小米把耳朵凑过来 而他把嘴巴凑过去 讲了他给舅妈送房子 舅妈不要的事情 他现在烦恼的是 舅妈怎么样 这样才会收下他的房子 小米皱着眉头思考 一旁的喜儿 立刻八卦地凑过来问 你们在说什么 海阿贴小米刚要说话 小白就说道 没有啥子 没有啥子 喜娃娃 我们没有说啥子 你快吃吧 喜娃娃是小喇叭 她知道的事情 根本保守不了 最多只需要一天 整个小红马 就会全知道 所以绝对不能 让喜娃娃知道 流流掺和一脚来了 好家伙呀 你们好家伙呀 小白 你不讲义气呀 你和小米说悄悄话 不讲给我们听 喜娃娃点头表示同意 这么多年来 流流这次说的话 是最中听的 而嘟嘟听到讲义气 也立刻看了过来 皱着眉头 心里对小白 不讲义气的行为 有一点点的不满意 而澄澄也同样 表达了关切 听下手里的小鱼钱 嘴角脏兮兮的 眼睛却很明亮 看向了小白 小白说 啥子嘛 什么都没有啊 不要吵塞 小朋友们 流流失望 小白不讲义气 没把我们当自己人 好心痛 好心痛压小朋友们 来 举起手上的杯子 我们前了歪 这回大家意外地积极 纷纷举起杯子 就连小王也举起了 自己的杯杯 经过几次后 他已经懂了 餐桌上的规矩 流流不让小白 举杯来碰 除非小白不在他们面前悄悄说话 快说呀 你喜而催促道 小白说 那你们要保密知道吗 知道知道 快说快说 点头的点头 催促的催促 一个个信誓旦旦 绝对保密 绝对不泄露 他们一听到要保密 更来劲了 别的还不听呢 要听就听需要保密的 小白招呼大家要听 就把脑袋凑过来 大家争先恐后 把小脑袋凑过去 就连小王也不甘落后 他个子太小 凑不过去 于是站在了椅子上凑过去 小白刚要说 忽然想到什么 看向了灵桌的人 灵桌的是朱小静和谭景儿 两人木然地看住 小白这一桌 他们也来了 只是他们没被安排 在一起吃 而是被要求 自己另外开一桌 小孩吃小孩的 大人吃大人的 不要混在一起 小孩子不想 带他们一起玩 虽然他们吃的 也是流流请客的 但是吃在嘴里 总觉得梅姿梅味 小白确认 他们两个不会偷听后 才巴拉巴拉巴 给小朋友讲了事情 榴莲听完 立刻说 我有办法压 小白 你把房子送给我 我送给你舅妈 喜儿笑着说 榴莲你不送给舅妈了 怎么办 榴莲 我不是那样的人呀 小米说 虽然榴莲很多时候 不靠谱 但是榴榴不应该 贪污小白的房子的 就是鸭子 榴榴大声附和 小王你觉得呢 小王呆呆萌萌地说 小王觉得就是鸭 小白又招呼大家凑过来 他要说另外一个 保密的事情 这回是给马兰花 办秘密生日宴会的事 大家听完 七嘴八舌开始出主意 有些主意很好 有些主意是搜主意 纯粹添乱的 整个缩串 就围绕着这两个话题聊 吃完后 小米表示 现在时间还早 他们先回小红马吧 但是刘刘表示 今晚的活动没完 这才拿到哪呢 下一站是小儿推拿 顺带看电影 小儿推拿馆 在皇家村也有 而且不少 说小金已经踩点了 带着他们镜子前往 进了店里 每个小朋友 都点了一个小姐姐 只有小王 剩下一个阿姨给她了 电影也选好了 是动画片 讲一个小女孩 斩妖除魔的 大家一边被捏得爽歪歪 一边看电影看得入迷 忽然 房间里响起瓜的一声响 是只小青蛙 瓜 又响了一声 小白支起上半身 看向了身边正趴着 被阿姨轻柔慢捏的小王 是小王在叫 怎么学青蛙叫呢 小王笑嘻嘻地说 我是一只小跳蛙鸭 阿姨捏她一下 她就呱的一声 喜儿被逗得嗨阿叶笑 也加入了其中 一时间 推拿房里青蛙叫 此起彼伏 生生不绝 一顿小儿推拿结束后 睡倒了好几个小朋友 例如大燕燕 睡得可沉了 例如小王 也睡着了 还有例如喜娃娃 也睡着了 喜娃娃被子子 直接抱回家了 榴莲也被朱小金带走了 不是抱 也不是背 而是被朱小金叫醒后 不行跟住回家的 小白回到家里 去找她老汉报告 同时她老汉也告诉她 她晚上给小小白的 爸爸妈妈打了电话 到时候 就妈过生日的时候 他们会悄悄来到浦江 一起给就妈过生日 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小小白回来嘛 这才是小白最关心的 她可惦记着自己的那个小侄女啊 张探说 小小白一定会回浦江的 她爸妈都回来了 她怎么可能留在深城呢 小白顿时眉飞色舞道 我这个 小姑姑可太想小小白了 我的小侄女呀 我亲爱的小侄女呀 你是我的心和肝儿 好乖的贾素芬 我是天上的丁丁猫儿 你是地下的推使婆 我在天上打玄玄儿 你在地上碾烫烫儿 你是我最爱的女娃儿 我愿和你变成花鹅儿 只抓虫虫儿 不带捕猫 张探哭笑不得 这小朋友怎么唱起来了 而且肆意改歌词 不对吧 不应该是 你是天上的丁丁猫儿 我是地下的推使婆吗 小白歌声一停 不高兴道 则个可能脸 我则个可能是地下的推使婆 张探 你不想成为地下的推使婆 所以就让小小白去做对吧 张探当然不会说出这心理话 不然小白今晚要跟她生气 一生气就不睡觉 同时也不让她睡 小白已经兴致勃勃地 打给了小小白视讯电话 张探想来来不及 电话那边已经接通了 只听小白喊了一声嫂子 然后询问小小白呢 杨姨告诉她 小小白已经睡着了 小白就跟嫂嫂打商量 问能不能让她看看 小小白睡觉的样子 这小姑姑是真疼她小侄女啊 在张探的事意下 小白没多久便挂了电话 开始对着张探 憧憬小小白来浦江的日子 他一定要带小小白到处玩 他想那几天请假不去学校 张探心说 你想的倒是挺美的 这不可能没得商量 张探当然不会说出这心理话 只是含糊其词糊弄过去了 小白巴拉巴拉一顿小小白后 又说起了今晚吃喝玩乐 一条龙的快乐 看得出来是真的快乐 我们缩串串的时候 还看到了一个小女孩脸 小白说 张探道 看到小女孩有什么奇怪的 小白说 她远远地看着我们 在吞口水 我就喊她过来 问她是不是饿了 她说不饿 刘刘说 她肯定是嘴馋了 就是想吃 我们就给了小女孩一些串串吃 还给了她一瓶小熊饮料 张探说 估计小女孩们大多没有吃过串串吧 小白道 对头 是这样的 小女孩拿了串串就跑了 她肯定也是住在皇家村 哎呀 我们都忘了问她名字 张探说 没关系 下次遇到再问就是了 快去刷牙洗脸 准备睡觉 小白道 还早住脸 张探说 哪里还早 都快十点了 小白立刻从沙发上下来 往门口走去 边走边说 我去看看我的娃娃们 老汉你先睡吧 不要等我 我自己会回来睡觉的 张探跟住她出门 这小朋友总觉得自己是个大孩子了 可以不准时睡觉 甚至可以不准时回家 一楼的教室里 小柳老师和小宋琴的妈妈 江芳正在安排小朋友回二楼睡觉 而小源老师带着小萌的妈妈 王莹正在照顾别的小朋友 这些小朋友随时可能被他们的爸爸妈妈接走 很多联络之后 说已经在路上了 张探和小白在一楼待了会儿 小白便被张探强行带回了家睡觉 隔天一大早 小白起床困难 是被他老汉直接扒拉起来的 懵懵懂懂的吃了早餐 就被塞进了车里 和早就在车里等住的喜娃娃一同去上学 一路上喜娃娃十分照顾睡懵圈的小白 拍拍她的小手 摸她的小脸 搂摸她的肩膀 鼓励她振作等等 而且喜娃娃亲自把小白 送到了二年级的教室门口 然后她才去一年级上课 以前在幼稚园时 她可以混在小白的班上听课 但是上了小学后就不行了 她被抓了几次 已经上了人家老师的黑名单 那一阵子 小白班的老师在上课前 都会下意识先清点学生 防止哪个角落多塞了一个 小白刚坐在座位上 打了一个哈欠 侧头一看 就看到同样在打哈欠的榴莲 两人都是一脸困意 小白桌前忽然伸过来 一个蓝色的保温杯 小白 你喝一口热水 可以让你清醒一点 说话的是小米 小白谢过她后 端起来喝了一口 重新拧紧盖子 说自己好多了 上课的铃声响了 第一堂课是语文课 身为班长 小白要带领同学起立 韩老师号 这周大家要写一篇作文 下个礼拜要教的 小白 到时候你收一下 语文老师上完课后说的 底下的同学们哀声一片 小白脆声说好 语文老师拿起课间要下课 走到门口时忽然停了下来 目光在教室里扫过 锁定了下课就精神的刘刘 说道 刘刘 作文好好写 写得好 我给你贴到学校的学习天地里 刘刘一听 酷酷地比了一个OK的手势 话都不说呢 要的就是一副高人形象 上次刘刘的作文 我的爸妈 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评价 这家伙甚至主动举报了 他爸爸要给他当枪手的事情 老师走后 教室里热闹了起来 嬉笑打闹声不断 小白 听说你要给你舅妈过生日 想送他一栋房子 谢小旭第一时间过来询问小白 小白 谢小旭似乎看懂了他眼中的疑惑 于是又说道 是刚才刘刘告诉我的 是不是 小白没有回答他 而是去抓刘刘了 这个胖刘刘 昨晚缩串串的时候 信誓旦旦地说会为他保密 结果一觉醒来就泄命 胖刘刘我要答扁你 小白怒吼一声 正在门口和小朋友们哈哈大笑的刘刘文言 根本不问怎么回事 立即撒腿就跑 结果没想到小白一路紧追不舍 刘连便赶紧往校长室跑去 小白发现 班上的同学都知道了给舅妈过生日的事 小白无语 都要气炸毛了 再三警告刘刘 要是胆敢在小红马泄密 立刻把他嘎吱了 刘刘举手发誓 自己一定保守秘密 并让小白小心洗娃娃 那个孩子喜欢泄密 马兰花的生日是在星期五 所以白志强和杨仪 需要在周五白天就出发来到浦江 两人只好请假 杨仪的公司虽然不乐意 但最后还是答应了 白志强的公司 却以各种理由不批价 给的理由十分的冠名堂皇 大意是你对公司很重要 岗位特殊 公司不能没有你 不然运转不了 所以有什么困难 也请一定要克服克服 但白志强知道 这些都是虚话 其实就是不想放人而已 白志强被搞得不耐烦至极 他在请假之前 其实就知道了这种可能 因为公司的作风一贯如此 以前要万般忍受 现在白志强不打算忍了 王总经理的办公桌上 放了一份辞职信 就在同事们经购又佩服的目光中 潇洒地扬长而去 工作期 八年 第一次这么痛快 有要好的同事追了出来 询问他不该这么冲动 尤其是有老婆 有小孩的状况 对于这样的同事 白志强心存感谢 今后可以继续联络 第二千二百四十张傲娇 因为时间仓促 所以白志强的几个要好同事 没有时间宴请送行 约定等他回到深城后 再聚一聚 杨姨听说白志强已经辞职了 便也打算把工作辞了 他们这几天和张探 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已经商量了今后的打算安排 下午 两人便抱着睡梦中的小白出发了 一行人赶往浦江 小小白正在睡午觉呢 迷迷糊糊中 只感觉自己被爸爸抱住 嘀咕了一句过分了 想要挣扎 但是瞌睡虫太多了 很快袭击了他 把他淹没 他只能继续呼呼大睡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就这样一路睡到了飞机上 小小白这才醒来 一脸的猛圈 但一看自己被爸爸抱住 立即唬住小脸蛋说 过分了啊白志强气道 爸爸抱着你睡觉 怎么就过分了 你才过分了吧 哈 小小白没反应过来 从来都是他说过分了 口头禅被别人说了 让他脑瓜子转不过来 杨姨给他耐心解释 小小白知道 他们要去见小姑姑 一想到小姑姑啊 小小白的小心就跃跃欲试 快要控制不住自己了 下午四点 飞机在浦江落地 张探开车来接人 小白在上学 所以没来 马兰花完全不知情 更不可能来 白建平倒是知道 但是他在剧组 岗位重要 事关几百号人的吃饭事宜 走不开 所以只有张探一个人来接机 白志强拖着一个行李箱 背上还背着一个旅行包 杨姨一手拖着一个行李箱 一手牵着小小白 小小白看起来比行李箱小一号 躺进里面还能塞两个西瓜 看到了吗 是姑爹在接我们了 杨姨把在接机口朝他们挥手的张探 指给小小白看 小小白呛了一眼 左右瞄了瞄 问妈妈 小姑姑呢 杨姨说 小姑姑在学校上学呢 小小白说 那我们去学校接小姑姑放学 杨姨说 放学了小姑姑就会回家的 不要急快喊姑爹 走到了张探身前 小小白昂住脑袋看他 清脆地喊了一声姑爹 张探笑住蹲下来 摸摸他的小脑袋说 好像长高了一点点 小小白呲牙笑 张探又伸手 想要摸一摸 他那满是胶原蛋白的小脸蛋 却被小小白避开了 过分了 说完就溜达到他妈妈脚边了 扯着他妈妈的裤子 继续对张探说 摸女孩子的小脸蛋 过分了 妈妈说这是怪叔叔 张探哭笑不得 白志强笑着对小白说 这是姑爹 不是坏人 让姑爹摸一下 没关系的小小白 才不管这些呢 他只是唠叨叨 过分了 杨姨苦笑着向张探解释 现在别说是别人 就算是他和白志强 但凡要亲一亲小小白 都是不被允许的 都是过分了 要立即停下 经过一段时间的友好协商 他们才被允许 可以在睡前的时候 当他躺下后亲一亲 别的时候不能 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 变成这样的 这口头禅 是跟谁学的杨姨叹气说 觉得这样的小小白可爱 但也无奈 让当爸爸妈妈的 少了一些乐趣 谁家生了小孩 不是用来抱抱亲亲的 结果这些都不被允许 是过分了 走 先回家 张探要去帮杨姨 拖行李箱 但是杨姨没让 他便想要去抱小小白 免得这个小孩子 腿短跟不上 但是小小白 摆出戒备的姿势 刚刚还萌萌大的小脸 立刻又糊糊的了 张开嘴巴 就要说过分了 那我牵着你可以吧 张探退而求其次 杨姨说 快让姑爹牵着你 担心小小白不给面子 于是补充了一句 这样你才能见到小姑姑 小小白认真想了想 好啦 主动伸出小手 让姑爹牵着 一行人来到停车场 上了车 张探开车 送他们到饭店先住 见他们讲完了话 小白才询问到 姑爹到小姑姑呢 他早就想问了 只是见爸爸妈妈 在和姑爹说话 才一直忍到现在 张探说 小姑姑在学校 不过快放学了 小小白一听 小姑姑快要放学了 立即嚷嚷 我要见小姑姑 杨姨趁机要挟 那你让我轻一下 哼小小白撇过小脸蛋 尽管不让轻轻 但汽车还是 微微改变了方向 驶向了学校 汽车刚到学校路边 放学的铃声便响了 原本安静的学校里 顿时喧闹起来 小小白好几次 想要下车去找小姑姑 但都被拦了下来 让她就在车上吧 等一下小姑姑上车了 你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杨姨说 小小白欣然应允 打算给小姑姑 一个大大的惊喜 让小姑姑 高兴地跳起来的那种 一想到这 小小白自己就先要忍不住了 月月欲试 自个儿笑出声来 只有张探下了车 站在车边 看向学校门口 以她这么多次 接小白放学的经验来看 小白要么早早地 背住书包飞奔而出 要么就是拖着书包 在学校的操场上 和刘刘等人 瞎聊闲逛 迟迟不肯放学 这回 小白是早早就出来了 张探远远地 就看到她背住书包 在全校的小朋友 蜂拥而出之前 一马当先飞奔而出 在她身边 还有刘连和喜儿 嘟嘟 这三个中的两个 上课无精打采 哈欠连连 借口说昨晚没睡好 但是一放学 精神爆棚 犹如脱缰的小野马 跑在几千名学生的最前面 只是很快 刘刘就落在了最后 被后面放学的人群淹没了 嘟嘟跑在了最前面 小白刺之 喜儿第三 三人气喘吁吁 跑出了校门 嘟嘟眼间 指着张探的方向 对小白和喜儿 说了句什么 三人就都跑了过来 等他们靠近了 张探问道 跑这么快干嘛 小白脸蛋红扑扑地说道 霍霍霍 我们要做第一 这时候 嘟嘟却对大家说 他要回去接刘刘 回头看 刘刘不见了踪影 不知道被人群淹没到哪里去了 嘟嘟很负责 要去把刘刘找来 忽然 车里传来了声响 好像是有东西倒了 啥子东西在车上 小白好奇地看向汽车 汽车只开了 驾驶位上的窗户 其他三面窗户 都是关着的 看不到里面的状况 张探说 没什么 你们要不到车上去吧 小白和喜儿 看向学校门口 可以看到嘟嘟 站在那里找人 但还没找到 小白摇头 不上车 我们要等嘟嘟和刘连 喜儿插话道 我们不能不讲一起 张探却看向了旁边 说道 刘连的爸爸 和嘟嘟的爸爸来了 是赵工程和沈利明 看到他们 走了过来 赵工程没发现嘟嘟 在小白的指示下 才看到了学校门口 守候的赵小姐 她立刻找了过去 沈利明也和张探说了声 过去找刘刘 张探对小白和喜儿说 现在你们放心了吧 刘刘和嘟嘟的爸爸 都过去了 快 上车去吧 第二千二百四十一章 送给小姑姑的见面里 小白和喜儿 一直见刘刘和嘟嘟 被他们的爸爸 接走后才放心 小白忽然想起什么 期待地问道 老汉 小小白 是不是今天回来呀 喜儿说 明天马舅妈 就过生日了 张探争助也说瞎话 明天晚上 我们才给舅妈过生日 所以小小白 她是明天回来 小白和喜儿 走到汽车的后门 小白轻轻按了一下把手 汽车门便自动打开 喜儿抬头往车里一看 顿时瞪大了眼睛 张大了嘴巴 一时说不话来 小白闷头刚要上车 突然感觉车上有人 目光抬起 和一个小可爱 顿时四目相对 旋即爆发了一阵惊呼声 几个大人笑着 见这三个小朋友抱在一起 小小白好几次 被她小姑姑抱了起来 双脚离地 抱不动了才放下 过会儿又抱起来 而小小白的小脸蛋 更是被轻了无数下 杨姨和白志强愤愤不平 怎么他们轻就是过分了 小姑姑轻轻 却一脸地享受 像只被摸毛发的小狗子 眯眼睛 搭耳朵 摇尾巴 一行人坐上了车 三个小朋友坐在后排 积极喳喳聊天 欢声笑语 小小白乐不可知 话都多了很多 真像小喜鹊 她一会儿被小白轻轻 一会儿被喜而摸摸 不管是谁 她都是十分地享受 杨姨就坐在他们边上 一直不愤地看住他们 似笑非笑 心里已经不爽极了 很想捉住 坐在中间的 那个小不点问问 被亲了被摸了 怎么不说过分了 怎么不反抗了 怎么不傲娇了 原来是区别对待啊 汽车在浦江城里转悠 学校离皇家村不远 就在附近 张探给白志强一家订的饭店 正是谭景儿所在的四季酒店 房间先订了三天 一行人下了车 张探把车钥匙交给门童去停车 他带着众人直接上楼去 我姐姐呢 我姐姐快出来呀 喜儿背住书包嘀咕 她姐姐就站在大厅里 特地在这里等 小小白一见到谭景儿 还认识呢 跑过去 昂着小脑袋 乖乖地喊了一声 景儿姐姐 谭景儿笑着蹲下来 摸了摸她的丸子头说 欢迎你来到浦江 入住我们饭店 欢迎我 欢迎我 小小白激动地蹦蹦跳跳 跟住大家进了电梯 到房间去 张探定的是一个套间 两房一厅 跟家里没什么两样 白志强和杨怡 向张探感谢了一番 晚上张探没有回小红马吃饭 因为他担心小小白一行人 出现在小红马 消息很快就会传出去 他去把江老师接了出来 一行人就在饭店吃了晚餐 小白打电话 喊他舅舅过来吃晚饭 但是白建平晚上 要在剧组家伙班 暂时出不来 一直到晚上八点钟 白建平才赶到饭店 他知道白志强一家 到了浦江 不知道的人只有马兰花 白志强一家的房间在八楼 白建平进了饭店 要去搭电梯 忽然身后传来一声喊声 爷爷 白建平一机灵 回头寻声看去 只见一个小不点 站在窗边蹦蹦 不是他小孙女是谁 哎呦喂 白建平的心都在颤 把跑过来的小小白抱在怀里 胡子拉长就要亲 却被小小白熟练地避开了 不要亲 不要亲 你是男生 我是女生 轻轻过分了 小小白嫌弃地推开爷爷的老脸 唬住小脸 让自己看起来凶一点 但是他爷爷抓住他 就要来一口 好在他小姑姑及时出现 挡在了他面前 小小白擦脸蛋 熟归熟 亲脸蛋就过分了 白建平笑呵呵的 不介意被嫌弃 他和张探等人会合后 一起商量了 明天给马兰花过生日的事情 便都散了 白建平回家去了 回去晚了 会被问到今晚的行动轨迹 小小白哭中闹着 要跟小姑姑回小红马 大人们无奈 只能放他去了 马兰花应该今晚不会来学园吧 毕竟马兰花来得不那么勤 一进入学园 小白和喜儿就热情地跟大家介绍 这是小小白 他们的小侄女 小小白脸蛋放光 小孩就喜欢跟小孩玩 小孩越多越人来风 是谁来了 是谁来了 我看看 是刘刘跑了出来 一把捉住了小小白 仔细打量这个瓜娃子 小小白哈哈大笑 我是小小白 刘连你不记得我了吗 刘刘飞快地捏了一把他的脸蛋说 记得 你是小小白 好家伙呀 你怎么又回来了 小小白哈哈大笑 好像对自己突然消失一段时间 然后又突然出现很得意似的 小小白来到小红马学园 那是跟小猴子进了小树林式的 到处乱窜 甚至可以不跟住他小姑姑了 自己就能在这里交朋友 他小姑姑只是回家放个书包的功夫 小小白就已经打入了小小一行人中 跟在他们身后到处溜达 星许晚上太高兴了 小小白这一碗尿床了 隔天醒来发现时 小白都猛圈了 他一开始还以为是自己尿床了 过了会儿才想起来 今晚还有个小朋友睡在他的床上 掀开被子一看 是小小白尿床了 因为小小白的裤子也湿了 小白坐在床上 叹一口气 小侄女见面就送个大理鸭 小白起了床 先自己把裤子换了 她的裤子也被沾湿了 然后她才出门 在厨房找到了她老汉 告诉老汉小小白尿床了 快来处理一下 张探来到房间 只见小小白还在床上 四氧八躺的呼呼大睡 一点没察觉到自己尿床了 睡得可舒服了 张探有处理小白尿床的经验 所以这次处理起来也没有太难 把小小白叫醒后 给她换了裤裤 收起床单 丢掉洗衣机洗 小小白毫无尿床的不好意思 迟迟该玩玩 小姑姑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 看来她在家里没少尿床 都习以为常了 今天是星期六 煎并果子店里的生意 依然很火爆 马兰花一大早就去了店里 按照她的习惯 早上出门 要到晚上才会回家 趁着这功夫 张探一行人白天就开始布置家里 白剑萍还是去了剧组 所以布置的工作 全部交给了张探和白志强等人 一大早 小白和小白这对姑子 就来到了舅妈家 白剑萍已经上班去了 马兰花也早就去了店里 所以家里没有人 不过的 当张探领着小白道时 已经有一位急先锋 在这里等住了 那就是谭喜儿小朋友 这个小朋友手上有穿钥匙 正是老白家的 是白剑萍早上去上班时 特别交给她的 那意思是家里交给你们了 使劲造吧 当谭喜儿小朋友 拿出这串钥匙时 笑得像个小傻瓜 我来开门 喜儿一马当先跑去开门 这得有仪式感 必须她来 小白这回没有跟她抢 给了她这个殊荣 开了门 一行人走了进去 跟在两个小朋友后面的 是张探和谭景儿 大家环顾家里 再想怎么装扮 从哪里开始 这时小白说 喜娃娃 快把设计图拿出来 小小白学小姑姑说 喜娃娃 快把设计图拿出来 喜儿这才想起来 他们有一张规划图 但没有戴在身上 她立刻策马扬鞭 罗迪洛迪跑回家找规划图 小小白见状 立刻也罗迪洛迪跟住喜儿跑了 要去护送设计图 众人只听罗迪洛迪声远去 很快就罗迪洛迪回来了 喜娃娃微气喘 带来了规划图 和小白凑一起一看 小白不满道 拉个回事 怎么只有一半脸 旋即响起 另外一匹小马怎么没到 到门口往走廊看去 只见那匹小马正摔趴在地上 肩被小姑姑发现 立即四肢住地爬了起来 在衣服上拍拍打打 拍掉灰尘 你拉个回事吗 摔脚了 痛不痛呀 小白关心道 小小白自牙笑笑 想要坚强地说不疼 但是小嘴巴不自觉地嘟了嘟 还是有点痛的 小姑姑一问 这种痛迅速转化为了委屈 有点想哭 她小姑姑却说 你要弄啥子脸 难道你要哭 小小白连忙把眼泪咽了回去 摇头摇的波浪鼓似的 不哭 小白才不哭 小白摸她的小脑袋 关心道 想哭就哭 你还是个孩子塞 小小白一听 又想哭了 但是她小姑姑却又说 孩子你也要做一个 坚强的孩子鸭 刘刘和你一样大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颗坚强的小石流了 小姑姑我也从不哭的 喜娃娃也不哭 难道你想哭 小小白被小姑姑给整懵圈了 那她到底是要哭 还是不要哭呀 能不能给个明确的指示 小白牵着她的小手说 走吧 我们回家里去 今天让你来冲气球浪哥呀 好 冲气球她最喜欢了 如果气球爆炸了 你不要爆炸 她小姑姑说 小小白顿时被说得怕怕的 固执俩回到了家里 这时候喜儿已经从呆愣中 回过神来了 她想起来了是怎么一回事 是嘟嘟拿了另外一半 要等嘟嘟一起来采行呀 她昨晚和嘟嘟一起做的规划图 分别时 嘟嘟撕了一半走 约定今天她也会过来一起规划设计 并监督施工 为了防止喜娃娃私自行动 嘟嘟撕了一半走 小白瞪着喜娃娃说 我都不晓得郎哥说你 喜儿好笑 规划二人组必须合体 才是完全形态 小白亮出自己的儿童智慧电话手表 给嘟嘟拨了过去 嘟嘟说话的声音就从走廊传来 大家出去一看 只见嘟嘟大步正在走来 她投缠红丝带 身穿运动服 脚蹬运动鞋 还穿了一对袖套 一看就是来工作的 哈哈 我到了嘟嘟人味道 双朗的笑声先到了 她从口袋里拿出另外一半设计图 或喜儿一对接 一副完整的生日设计图就好了 他们俩开始分工 谁干什么都有明确的指示 就在大家准备开钱时 杨姨和白志强也悄悄到了 杨姨一到 目光就锁定了正在勤快地扫地的小小白 那画面让她想笑 人没扫把高呢 在家里这小不点可没这么勤快 但这里却抢着干活 昨晚睡得好吗 杨姨问小闺女 忙住呢 小闺女只是抬起毛子瞄了她一眼 继续认真扫地 我忙住呢 杨姨追问 你忙你的 说话不影响你扫地 小小白却看也不看妈妈 继续专注于扫地 嘴里却没停 过分了 小小白忙住呢 没空说话不说话 杨姨无奈 不问就不问 她如果知道小小白尿床了 那就不难理解小朋友为什么借口忙了 六百六十六鸭 门口忽然蹦出沈刘刘大艳艳 小白见她也来了 纳闷到 你郎哥也来了脸 她看向喜娃娃 喜娃娃还啊嘿笑 是她昨天泄露了消息 把大艳艳吸引来了 哈哈哈哈 我来帮忙呀 刘刘掳起袖子 抢了小小白的扫把 要负责扫地 小小白正扫得高兴住 突然干活的家伙被抢 顿时唬住一张小脸 面无表情地瞪着刘刘 不高兴地大声说 过分了 刘刘笑着对她说 快来看呀 这里有个小孩子 好小气呀 做小孩子不能太小气呀 不然你会长不大的 小小白被说得一愣一愣的 为了表示自己不小气 她静子走了 去和喜儿一起吹气球 但是一想到 小姑姑说的气球会爆炸 她心里就扑通扑通响 就在大家干的热火朝天的时候 小白的智慧电话手表响起了 是小萌 喂 小萌 小白 你舅妈往家里来了 怎么办 旁边还有小宋琴的声音传来 小白你舅妈 已经走过了小李包子铺 你快想想办法呀 小白一惊 玄机庆幸 好在她聪明绝顶 早就安排了小萌和小宋琴 盯着煎并果子店里的舅妈 不然舅妈回到家了 他们才知道 她安慰那边的小萌和小宋琴 不要慌 要做一个莫得感情的孩子 我来想办法 她挂了电话 脑子快速运转 站在她跟前 一脸担忧的小小白一咬牙 说 我去喊住舅妈 她一马当先 要把自己豁出去 小白赶紧拦住 这个小憨憨儿 而是叫上了喜儿和自己出去 他们去半路 把舅妈拦住 小小白一脸严肃地 看住他们问 你们会死吗 我会为你们报仇的 第二千二百四十三章 老子一巴掌 把你排成二维娃娃 小白听了小侄女的话 也严肃地告诉她 那是你奶奶 不是你舅妈 还有 我们不会死 你不用为我们报仇 小小白这才稍微放心 叮嘱他们要注意安全 早点回来 小白和喜儿走了 刘刘立刻小声告诉小小白 刚才她小姑姑的话 都是安慰她的 不能当真 谁知道小小白白了她一眼说 过分了 骗小孩子哈亨 留下刘刘一脸愕然 小白和喜儿下了楼 刚走到巷子里 迎面就看到了走来的马兰花 要是再晚一点 他们就来不及了 同时 小白也看到了 在舅妈身后不远处 鬼鬼祟祟的小宋秦和小蒙两人 两人看到小白和喜儿出现了 都是松了一口气 舅妈 小白远远地喊道 跑了过去 马兰花惊讶道 你们怎么在这里 她左看右看 没看到有大人在 喜儿还啊也笑 我们在 小白心中一突 突然有很不好的预感 她快速出手 捂住了喜娃娃的嘴巴 把她拖到自己身后室 我们再溜达 哈哈小白说 她心里后悔 怎么把喜娃娃带出来了 这喜娃娃不会说真话吧 小白刚才见喜儿张嘴 下意识地就觉得 这孩子怕是要说真话 赶紧让她闭嘴 但是 防明之口甚于防川 喜儿的话不能消失 只会转移 她抓住空子说 嗨啊嘿啊 马舅妈我们在溜达呢 刚刚还差点迷路了呢 马兰花一听 这哪能放心 当即催促他们 快回小红马 但是小白却说 回去是不可能回去的 哈哈 我们好不容易才跑出来 说到这里 小白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看起来是不小心 把真心话说出来了 喜儿这时候 巧声对小白说 要是让前爹知道了 就不好了 我们还是快走吧 不要和舅妈说话了 她肯定会通风报信的 马兰花把这悄悄话 全部听在了耳朵里 这还能放他们离开 她立刻抓住他们两个 亲自押送回小红马去 啊我被抓住了 我还没完够呢 喜儿大喊 小白扑腾挣扎 想要逃脱 但是舅妈的爪子 像是铁爪 抓住了就不放 任由她怎么挣扎 愣是纹丝不动 两人不由地垂头丧气 傀儡似的被抓着回小红马 一路上还不断求饶 要多真实就有多真实 经过小宋秦和小萌 藏身的小巷子时 喜儿直直地盯着巷子深处 结果被小白剃了一只友 以免暴露了 三人走远后 小萌和小宋秦 才从巷子里出来 目送他们走远不见了 商量一下 决定去给张老板通风报信 小小白一听到她小姑姑 被马舅妈抓走了 立即一份填膺 要去讨回小姑姑 然后被嘟嘟按住 把她捉小吉士地捉了回来 你要冷静呀 你还是个孩子 嘟嘟苦口婆心地说 小小白焦急道 但是 但是 过分了 抓了我小姑姑 嘟嘟安慰她 一旁的流流皱着眉头 看他们俩 只觉得这俩是不是傻 铁憨憨 神神叨叨的 那是小白的舅妈呀 舅妈能杀了小白和喜娃娃吗 怎么在这两个傻孩子看来 小白和喜儿是被妖精抓走了 流流嘀咕 她到底在跟什么傻孩子 一起玩鸭子 她这样加入他们 会不会也变得这么傻乎乎的 她有点担心 所以决定不工作了 去老白的破摇椅上躺住 以免被降制 另一边 小白和喜儿被抓去了小红马 但却发现小红马里 除了老李 没有其他人 张探和江老师都不在 问老李 老李也不知道 老李一问三不知 早就下了风口令 就连树梢上的那只鹦鹉 今天也被橡皮筋缠住了嘴巴 他一直想用爪子 把橡皮筋抓下来 毕竟这样不舒服 但是谁让他是一只长蛇鸟呢 见家里没有大人在 小白哈哈大笑道 哈哈 我老汉不在家 我又可以偷偷溜出去玩 马兰花二话不说 一个大巴掌拍在小白的肩膀上 差点把人给压垮了 小白气愤 有话好好说 你拉个动手脸 马兰花冷酷道 我不会好好说话 我只会动手 你别叽叽歪 一旁的喜儿 吓得连忙把嘴巴闭紧了 比起小白 他更喜欢叽叽歪歪 大家叫他唠叨喜 马兰花想把小白和喜儿 留在小红马 让牢里把门关紧 不要放他们出去 小白又嚷嚷说 关不住我们 我们会翻墙出去 爬树出去 钻洞洞出去 话还没说完 马兰花的大巴掌又来了 吓得小白连滚带爬 赶紧躲开 老子一巴掌 把你拍成二维娃娃 马兰花恶狠狠地说 小白问 傻子娃娃 马兰花说 你过来 我给你示范一下 你就晓得牢 小白才没那么傻 鉴于小白如此的顽劣 马兰花不放心把他留下 而是带去了煎并果子店 你和喜娃娃老是在店里待住 我去家里拿的东西 马兰花说 小白问 你拿啥子东西 我会跑的脸 马兰花气得想把他的屁儿打开花 只觉得刮娃子今天特别的调皮 舅妈 我去帮你拿东西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跑 我要是跑了 我就不是人 要的不 爬开 喜娃娃帮我去拿好不好 我相信喜娃娃 喜儿精神一阵 被信任的感觉真好 小白却说 不好 喜娃娃不想去 她一个人害怕 喜儿 我不害怕 我可以 马舅妈你让我去 小白小声对她说 你害怕 喜儿 嗨呀嘿我不害怕 马兰花 她不害怕 小白你个瓜娃子留在店里 喜娃娃你去帮我找东西 她叮嘱了一通后 放喜儿去了 小白羡慕地看住喜儿 活蹦乱跳跑了 她想跟住去 却被舅妈拎着一领子 拽了回来 让她卖力叫卖 你今天不卖掉 一百份煎饼果子 你就休想回去 马兰花放狠话 小白气愤道 你舅妈 你是想要累死我 马兰花坏笑道 这是你的强项 小白 不是不是 我的强项 只是吃煎饼果子 不是卖 马兰花 莫的关系 现在我给你培养这个强项 小白 但是我还在读书 我还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我学卖煎饼果子 住啥子嘛 不要 还是叫刘刘来卖吧 这是刘刘的强项 马兰花 那你去把刘刘抓来 她来了 我也可以把你放了 小白 第二千二百四十四张 原来我如此幸福 PS 这是昨天的第三张 小白和喜儿 原本以为只是在舅妈店里玩 结果没想到是真干活啊 马兰花是真不给他们灌注 是真让他们工作 小白前了一上午 本来想趁着中午吃饭的时候开溜 但是为了防止 舅妈跑回家去 于是只能继续忍辱负重 待在店里继续干活 整整一天 她在煎饼果子店里 做了一天的活 虽然喜儿也在店里 但是喜儿只负责打打下手 没事的时候 就坐在小椅子上玩手机 而她 要一直叫慢 终于等到了她老汉 来喊她回家 小白都差点哭了 一天就这么浪费掉了 张探把两个小朋友带走后 白建平也下班来了 来到店里 叫马兰花回家给她做饭吃 马兰花七步打一出来 和白建平一路吵架 走到家门口都还在吵 直到推开门 顿时愣在原地 白建平从她身后探出头来 往家里打量打量她 这也是第一次见 虽然有心理准备 但还是吃了一惊 家里打扮得 几乎要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 到处是各种颜色的气球 红的 粉的 蓝的 白的 黄的 巨大的生日快乐似的字 在墙壁上闪闪发光 地上点燃了许多蜡烛 摆成了星星 屋里黑漆漆的 但是这些东西 一闪一闪晶晶 马兰花以为自己走错了家门 刚想把一只脚撤出来 身后的白建平就推了她一把 进去吧 马兰花刚要回头发飙 就听到了生日快乐歌 一个蛋糕车缓缓从厨房里推了出来 同行的还有一行人 都笑着看向她 马兰花顿时愣在原地 好半嗓才反应过来 回头问白建平 这是搞啥子 白建平说 缓 搞啥子 你今天过生日塞 给你过生日 你看看是谁来了 马兰花看到了儿子媳妇 以及小孙女小白等 还有张探等人 她还是有点难以置信 生活了半辈子 还没这样过生日 今天连她自己都不记得 是自己的生日 这时候 一群小朋友围了上来 把马兰花围在中间 手牵手 合成一个圈 对住马兰花 唱生日歌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这是小红马 马兰花儿童 合唱团呀 虽然不是全员合体 但是阵仗也已经很大了 起码只想玩 不想工作 闺蜜团都到了 另外还额外增加了一个小小白 以及今天当情报小园的小萌 和小送情 马兰花儿童 合唱团为马兰花过生日 唱生日歌 多么应景 小米和澄澄 在傍晚时分 也被嘟嘟请了来 闺蜜团一个都不能少 谢谢 谢谢 马兰花一个劲地道谢 看住这群小可爱 眼睛有些湿润 在他眼里 作妖了一天的小白 此刻竟也是如此的可爱 马兰花还看到 他家老白 也在拍着巴掌 跟著唱生日歌 虽然有烂鱼充数的嫌疑 但是有着姿态 他就很满意了 还有惊喜到来的 儿子和媳妇 以及小可爱小小白 他这才恍然 原来大家今天是在演他呀 小白白天 估计也是故意气他 为的应该就是 不让他回家 发现这里的装扮吧 想到这里 马兰花看小白的眼神 格外的柔和了 就妈 生日快乐塞 小白带头大喊一声 顿时小朋友们 七嘴八舌 送上生日祝福 小小白也在大声 喊就妈生日快乐 被妈妈捂了小嘴巴 还是不敢 谢谢 谢谢 马兰花心情有些激动 不停地感谢 怎么搞这么大的阵仗 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我怎么不知道 家里怎么装扮成 这乐个样子了 他的眼中喜悦之情 难以掩饰 其实 他自己都忘了 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农村人哪里有 那么多的讲究 不过生日是常态 过生日是非常态 马兰花记忆中 有过几次 是白健平 给他煮了两个鸡蛋 然后用红点点在上面 沾点洗 妈 生日快乐 白志强笑着说 妈 祝你生日快乐 笑声常开 杨仪也送上了 自己的祝福 妈我也祝你生日快乐 笑口常开道 说话的是小小白 众人听到他喊 马兰花妈 顿时笑成一片 小小白不明所以 也跟住佛笑 兰花 生日快乐 要幸福呀 不要总是生气 凡是要放宽心一点 白健平说 知道了马兰花的回答 格外的柔和 竟让白健平很不习惯 烛光摇曳中 在马兰花的眼里 众人是如此的可爱 而她是如此的幸福 家人都在身边 工作顺利 生活蒸蒸日上 晚辈可爱 茁壮成长 一时间 马兰花觉得 自己竟然是 如此的幸福 她已经什么都不缺了 生活带她 诚意满满 马兰花想着想着 眼眶有些湿润 小小白这时候忽然说 舅妈 你不会是要哭 她的话刚说完 一只小手 就捂住了她的小嘴巴 并把她拖走了 她妈妈杨姨 看了她一眼 并没有去帮她 心里也觉得 这瓜娃子 是要带走才好 唱完了生日歌 大家鼓励 马兰花许愿 吹蜡烛 许啥子愿呢 马兰花 竟然有些不好意思 没这么玩过呀 还许愿呢 她压根没许过愿 但是没看过猪跑 还没吃过猪肉 马兰花给小白过生日 给小小白过生日 见过他们 是如何许愿的 于是她双手 合十在胸前 对住摇曳的烛光 许下了心愿 许完愿 马兰花一口气 把蛋糕上的蜡烛吹灭 张叹把家里的点灯打开 然后就到了激动人心的 切蛋糕的时刻了 有的小朋友 已经开始卡位了 正在暗中互相扒拉 刮娃子们小猪似的 进一步围拢了马兰花 各个手里端住小盘子 眼巴巴的等待分蛋糕呢 排队 排队 风果果 小白维持秩序 以我为限 都站在我身后去 刘刘第一个不服 凭啥呀 啊 你们 他话都没说完 大家已经全部刷了一下 站到小白身后去了 瞬间站成了一排 动作一致的侧脸看向他 嘟嘟招手 喊他快点过去排队 刘刘气得跳脚 我干嘛还要快点呀 我已经是最后一个了 气死我了 但是他话音刚落 一个声音就响起了 我们也排队 是张叹 然后 刘刘看到了 让他目自欲裂的一幕 只见张老板他们 也飞快地在小朋友们身后 排起了长队 刘刘只是一个疏忽 就又错过了位置 只剩下最后一个位置给他了 嘟嘟无奈地说 我就说了 刘刘 你不听我的鸭子 刘刘不想说话了 只想哭 既然他排队已经没有意义了 他就前脆唱着歌 他告诉正在切蛋糕的马兰花 说要唱一首《烛光里的妈妈》 给他听 第二千二百四十五章 喜事长命百岁之心得 马兰花本想让大家 先把蛋糕吃了 再听刘刘的《烛光里的妈妈》 但是刘刘实在太热情了 非先唱不可 那行吧 大家都来听刘刘唱歌 刘连对小伙伴们大喊 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快来给我伴舞 呀不要吃了 先不要吃 快来给我伴舞 小伙伴们无动于衷 刘刘变像马 就妈申请 让小朋友都来伴舞 要他们先不要吃 先不要给他们切蛋糕 马兰花觉得 刘刘说的也对 总不能人家在卖里的唱歌 别人去再吃蛋糕吧 于是她把蛋糕刀放下 说现在先不分蛋糕 先给刘连搭建舞台 让她尽情展现才艺 难得见到一个小朋友 这么的热情似火 要在她的生日宴会上唱歌助兴 马兰花心情大好 对刘刘的印象也是前所未有的好 她小白等人喊过来 即便他们不乐意 刘刘立刻安排大家 该怎么给她伴舞 其实很简单 就是手牵手站成一排 随着她的歌声左右摇摆 就像海草一样 当然 必须是站在她身后 大人们兴致勃勃 等住听刘连唱歌 尤其是白志强和杨姨这两个 没听过刘刘唱歌的 对此期待慢慢 不可能不期待啊 看刘连那架势 不知不觉 已经把他们的期待感拉满了 听歌听歌呀 小小白激动一场 同样对刘刘的唱歌充满期待 她甚至想要等会儿 自己也上去唱歌一首 给马舅妈助兴 小宋琴握紧拳头加油 嗯 又一个没听过刘刘唱歌的人 刘刘朝大家挥挥手 气氛拿捏的稳稳的 她吩咐小白快把灯关了 再把蜡烛点上 既然是唱《烛光里的妈妈》 没有烛光 怎么可能有妈妈呢 对吧 但是小白双眼无神 对她的话滞肉网闻 看起来也没有任何的期待 只想快点结束好吃蛋糕 多一秒都是煎熬 刘刘见自己 使唤不动小白 便吩咐张老板去做 张探关了灯 再点燃了蜡烛 家里顿时烛光摇曳 温馨加倍 刘刘得意地 瞥了一眼小白 心说使唤不动你 还使唤不动你老子嘛 然后 刘刘就开始唱了 哦妈妈 烛光里的妈妈 您的黑发泛起了双花 哦妈妈 烛光里的妈妈 小小白听得眼睛放光 一边随着大家 像水草一样左右摇摆 一边竟然还想要随着歌声蹦跌 他小姑姑觉得这样不行 这孩子有点傻 容易被骗 于是小声告诉他 刘刘明显唱错了 这首歌开头不是这样的 刘刘明显是记不全所有的歌词 所以只唱他会唱的 只不过 他伪装得很好 让人不容易发现 尤其是对这首歌不了解的人 根本分不清 他到底是省略了哪一句 在众人的热烈掌声中 刘刘的一首 烛光里的妈妈结束了 马兰花心情大好 刘刘刚要喊快开灯切蛋糕吃 他已经恰好胃了 杨姨却出言 让小小白为奶奶跳支舞 小小白有点害羞 扭捏不好意思上前 小白鼓励他 勇敢去给舅妈跳舞吧 小小白才走出队伍 来到马兰花跟前 仰着小脸说 舅妈 我给你跳支舞 祝你活到一百岁 白志强笑着说 是奶奶 你要喊奶奶 小小白旁扶没听到 开始跳舞了 算了 小小白跳舞就不多描述了 反正就是小孩跳的那种 随意蹦的 如果真要形容的话 你们放一只青蛙在地上 青蛙是怎么蹦的 小小白此刻就是怎么蹦敲的 已经有两个小朋友开了个好头 喜儿跃跃欲试 主动上前 说要给马舅妈也跳一支舞 本来是没有这些节目安排的 都是被刘刘带动起来的 活跃气氛这块 刘刘是拿捏得死死的 喜儿跳舞也就不多描述了 如果真要形容的话 你们放一只小天鹅在冰面上 小天鹅是怎么蹦跆的 喜儿此刻就是怎么蹦跆的 小青蛙看了小天鹅的舞蹈 崇拜之情异于言表 开始有崇拜情节了 喜儿结束后 张探说 小白 你来给舅妈表演个什么 马兰花期待地看向小白 小白走了出来 打算唱之歌 喜儿小声提醒他说 小白你不要唱马兰花呀 众人 谭锦儿站在人群中无脸 不想说喜儿什么了 谭喜儿小朋友的小声 就是确保大家都能听到 小白说 我唱熏悟空 熏悟空就是 唐僧骑马东纳的东 后面跟住个孙悟空 孙悟空 跑得快 后面跟住个猪八怪 这首歌是小白很小的时候常唱的 但是长大后就很少唱了 张探刚想让他换一首 但小白已经开唱了 这是一首童谣 没有榴莲的烛光里的妈妈 感人又应景 但却把马兰花唱哭了 马兰花有个明显的 擦眼睛的动作 张探够异 玄机明白了什么 这首童谣应该是马兰花 教小白的 此刻有小白唱给马兰花 有一种奇妙的动人 别人难以感受 但是当事人的双方 是最有体会的 终于 小朋友的节目陆续结束 蜡烛也快烧光了 点灯打开了 马兰花终于开始切蛋糕了 再不分的话 有的小朋友 就要直接在大蛋糕上啃了 没错 说的就是你 小小白 这块先给刘刘 谢谢你唱了 《烛光的妈妈》给我 马兰花把切下来的 第一块蛋糕 给了带头的刘刘 没有刘刘的带头 就不会有之后的节目 虽然表演的时候 刮娃子们一个个 看起来像体憨憨 但是马兰花 却觉得很可爱 很好看 比电视里的好看多了 上浦江春晚 都是屈才了 刘刘惊喜地 双手接过小盘子 看到了厚厚的白色 看到了红艳艳的樱桃 看到了几块大巧克力 她眉开眼界笑 再次感谢 道谢谢马舅妈 祝你寿比南山 活个一百岁 马兰花笑道 谢谢你 去吧 开吃 真是了解刘刘啊 此刻早点放刘刘离开 就是对刘刘最大的褒奖 第二块蛋糕 是给喜儿的 喜儿同样再次 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工作不要太辛苦了 睡觉要早睡 骑车车要戴好头盔 过马路要看红绿灯 遇到狗子不要跑 记住警察叔叔的电话 是110 去医院的电话 是120 记住这些 你就能活一百岁 或者更多呢 喜儿的祝福 十分的真诚 把自己长命百岁的心得 全部交给了马舅妈 是真把她 当自己的舅妈呀 第二千二百四十六张 小白的礼物 PS 双倍期间 求月票哦 开始分蛋糕了 小朋友们排队 端住小盘子 来从马兰花手里 接过一块蛋糕 刘刘终于排在了第一个 而且是被轻点的 乐得合不拢嘴 哇 好好吃呀 小小白落在了后面 还在排队呢 忽然看到刘刘端住 小盘子过来了 眼睛放光 盯着她的蛋糕 要流口水 榴莲得意地笑道 溜溜溜鸭 哈哈 好家伙 你想流口水是不是 快点吞回去 小小白赶紧听话地 把口水咽了回去 但是口水不听使唤 咽回去了又涌上来 以至于她不停地咽 刘刘健壮 突然心生知己知感 竟然大方地挖了一块蛋糕 送到小小白嘴巴 请她先解解馋 小小白二话不说 一口闷 嗷呜一声 把小汤匙舔得浅浅浅浅 谢谢榴莲 叫子子 榴莲子子 哈哈666鸭子 榴榴走到一边 专心对付嘴边的蛋糕去了 没一会儿 小朋友陆续都领到了蛋糕 聚在一起吃 忽然小白把把蛋糕 涂在了喜儿脸上 又涂在了小小白脸上 小朋友见状 开始嘻嘻哈哈 互相涂抹蛋糕 榴莲赶紧躲到一边 紧紧地护着自己手里的蛋糕 心痛地大喊 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子 呀 不要浪费蛋糕 不要玩呀 看出小朋友们这样浪费食物 她的心越发地心痛 不多时 大人们也加入了 涂抹蛋糕的队伍中 榴莲更是心痛到难以呼吸 她三下五出口 先把自己的蛋糕吃完 然后飞快地抓住 逃窜落单的小小白 把小小白的脸蛋板正 把上面的蛋糕舔前进 小小白都猛圈了 被舔前进后才被放走 小小白摸摸自己的脸蛋 再看看意犹未尽的刘刘 属实没有看懂刘刘的骚操作 即使不懂事如她 也知道刘刘这属于逆天 刘刘专门守在外围 看到哪个小朋友 因为逃窜落单了 她就抓住谁 帮忙清理脸上的蛋糕 洗娃娃 成成都被她依照流程 操作了一遍 至于小白 也有几次机会的 但是榴莲没上 屁而黑 她是不吃的 最后是谭锦儿看到她这样 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叫她再去找马兰花 重新添了一份蛋糕 家里闹哄哄的 好一会儿才慢慢停下来 而这时候 没一个小朋友的脸上是前进的 没错 刘刘也被涂抹了 她到底没有逃脱掉 而追击她不是别人 正是她的结伴好姊妹嘟嘟 嘟嘟追着她涂抹蛋糕 刘刘都快要气死了 因为自己脸蛋上的蛋糕吃不到 用手指刮下来 也刮不前进呀 舅舅给舅妈跳支舞塞 小白这时候注意到了 躲在角落里 用餐巾纸擦脸的白剑萍 起哄道 白剑萍刚刚真是遭了大殃 她应该是今晚最惨的那个 被一群刮娃子追着撵 不止脸上被涂了蛋糕 就连头发上都有不少 刮娃子们兴许觉得她好欺负 脾气又好 所以一个个都围住她脑 至于马兰花 马兰花只是抬起巴掌 一个虎视 就把小朋友们吓跑了 于是多围到了白剑萍身边 就像是小鱼温泉池里的小鱼群们 看到臭脚鸭子就一窝蜂地涌了上去 都去捧臭脚了 一听小白的提议 白剑萍连忙白首 小白却不放过她 喊着嚷住要她来一段迪斯科 说完 自己扭了一段 正是她从白剑萍那里学来的 小小白简直是小姑姑的狗腿子 立刻跑去拉爷爷来跳舞 白剑萍脸色都变了 她正是因为跳舞 才被马兰花打入冷宫 已经冷战一个礼拜了 她这一个礼拜的日子 简直不要太苦 想她堂堂一个 在剧组管理好几百号人 吃饭的大掌柜 回到家却屡屡差点被饿死 所以她现在哪敢在 马兰花面前跳舞啊 但是小孩子不放过她 都去拉她 起哄 鼓励 怂恿 大人们都在看戏 也不好起哄 毕竟 这里大部分都是白剑萍的晚辈 最后是马兰花发话了 说你白剑萍这么有孩子缘 大家这么看得起你 加上你今天也没表演什么才艺 你也没别的才艺 除了跳舞还算拿得出手 所以就来一段吧 家里立刻想起了动感的音乐 大家寻声看去 好家伙 世会来世的流流打开了音响 而嘟嘟正是图扛起这音响 放到客厅中央去 张探出面请求给面子 嘟嘟才放手 白剑萍莫得办法 只能随着音乐来一段 剪动作最平常 幅度最小的一段跳了 大人们忍住笑 尤其是杨姨 都不好意思看 而小朋友们可来劲了 一个的起哄 各个手里举起了 智慧电话手表现场录影 录完了还凑一起集体欣赏 只是这时候小米才发现 自己刚才开启的是照相功能 而不是录影 小小白点起脚 扒拉住想看小姐姐们的 智慧电话手表 肿磨他没有呢 蛋糕吃了一半 还剩下一半 张探定的这个蛋糕太大了 吃不完 大人们吃得很少 很节制 女士们怕发胖 男的嘛 怕三高 不过没关系 榴莲在使劲吃 吃不完等会儿带回小红马 分给小朋友吃 小米和嘟嘟再三劝说 榴莲才住嘴不吃了 小白说 喝点小熊解腻 舅妈把你藏的小熊拿出来塞 马兰花脸色一变 刚想说没有 但看到小白已经打开了冰箱 搬来小凳子站上去 从冰箱的最上层拿出一瓶又一瓶小熊饮料 一边给小朋友发小熊 还一边暗戳戳地说 霍霍霍 我就晓得舅妈藏了小熊 她老是这样 这时候 杨姨和白志强拿出了准备好的礼物 送给马兰花 马兰花没有当场拆开来 而是收下后表示了感谢 便放到了一边 小朋友们一拥而上 好奇地打量 谭家小姊妹也有礼物送上 子子的是一个护妖 马兰花长期在店里站住做生意 休息的时候可以带着护妖缓缓疲劳 妹妹送的是一个头盔 连络到这个小朋友的长生理念 送安全帽也就不奇怪了 榴莲等小朋友们合伙送了一件礼物 毕竟都是穷娃娃 张探送了一辆电动小摩托车 方便出行 搭配上洗娃娃的头盔 简直是绝配 送完了礼物 她看向小白说 小白 你的礼物呢 快拿出来送给舅妈 在众人的注目下 小白赶紧擦小手 从自己夸的黄色小包包里 拿出了一本小册子 郑重的地点马兰花 舅妈 送给你的 不要再丢了窝 小小白和喜儿好奇地伸长脖子 去看这份小册子 但是人太傻 看不懂 马兰花揭在手里 说了声谢谢 这才翻开看了看 是一本房产的小册子 上面是几间房子的精美设计图 这份小册子她看过 之前小白就给过她 还大言不惭地说 要送她一间套房 最后被她丢了回去 小白因此和她吵了一架 差点没把她气死 如今小白又送来了 这次马兰花才相信 这小家伙是认真的呀 啥子意思 马兰花还是问 小白说 舅妈 我和老汉送你一间房子 你看看你喜欢哪一套 你选塞 刘刘倒吸了一口气 她是懂房子的 不像别的小朋友 还傻乎乎地不明所以 甚至有的小朋友觉得 小白送的礼物 没有自己的好 马兰花问 为啥子送我房子 她问小白的同时 看了一眼张叹 小白说 希望舅妈和舅舅有个家塞 旋即又补充了一句 我们永远做邻居塞 她点起脚 给马兰花讲解 这几套房子所在的位置 就在皇家村 很近的 以后等你和舅舅老了 我还可以给你们养老呢 真孝顺啊 马兰花感动得 差点一巴掌 拍在她肩膀上 马兰花虽然感动 但这东西太贵重了 这不是一点钱的问题 而是一大笔的钱 是她一辈子也赚不到的 这样的大礼 她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资格收下 这时候张叹说 小白的意思 也是我和姜老师的意思 嫂子你就收下吧 这回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不行不行 太贵重了 而且我们不缺住处 这里就挺好的 住了这么多年 习惯了 也有了感情 不想搬家 住这里挺好的 张叹说 新房子现在还没建成 要交房那已经是几年之后的事情了 所以你大可放心地 继续住在这里再说了 即便交了房 如果不想搬家 也可以不搬 房子留在那里 人继续在这里住 这没关系的 马兰花还是白首 不收 这时候白建平被小白使眼色 出马当说客 他早就被张叹说服了 今天不知道送房子的 只有马兰花一个人 白建平刚说几句话 就被马兰花对得一肚子气 还好还有白志强和杨姨出面 马兰花不能像对白建平一样对他们 姜老师也加入了说服马兰花的行列 大家都在劝说他 照顾小白 马兰花劳苦功高 马兰花却惭愧地表示 小白跟住他这几年 吃了许多苦 他没有照顾好 所以这点苦劳根本不算什么 张叹说 你虽然没有给他富裕的物质生活 但是你教会了他坚强 乐观 善良 懂事 这些才是真正让他一辈子收益的财富 与这些比起来 物质上的那些东西算什么呢 小白立刻负荷 施压 舅妈 你教会了我坚强 乐观 善良 懂事 可爱 这些才是真正的财富里 大家不由看向他 总感觉他很有自夸的嫌疑 马兰花却没有注意到这些 他今晚第二次眼眶湿润了 小白上前 张开怀抱 想要螳螂车去拥抱大他好几号的舅妈 舅妈 如果你是幸福地哭 那你就哭 如果你是伤心地哭 那你就不要哭 马兰花蹲下来 和小小的他抱在一起 眼泪终于忍不住 落了下来 小白这么懂事 就是他今晚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小小白健壮 想要凑上去说点什么 但半路上被他妈妈截住 并被捂住了小嘴巴 因为杨姨担心这小家伙又说 你们不会是想要哭泣 晚上八点多 这个简单的生日活动才算结束 刘刘提议去吃烧烤和做按摩 过生日不吃点什么东西不得尽 但是这个提议很快就被否决了 并且没有给他申诉的机会 活动散了 大家尽兴而归 把时间和空间留给今天的寿性 和他的老公 大家都走了 这回小小白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 走大路回家了 剩下的一半蛋糕被带回小红马 经过皇家村的小巷子时 小米眼间 再次看到了昨天吃烧烤时遇到的 那个小女孩 那个小女孩显然也认出了他们 站在巷子口的一根电线杆下 朝他们挥手呲哑笑 送块蛋糕给他吃 刘刘说 小白立刻切了一大块 小米和刘刘端住上前去 和他说了些什么 他接下了蛋糕 目送他们离开 走得有点远了 那个小女孩才大声说生日快乐 小白等人回头朝他挥手 迎面走在他们身边的一个年轻女子 盯着他们看 擦肩而过后 走到了那个小女孩身边 小女孩朝小白等人指了指 似乎在说这蛋糕是他们送的 那个是他的妈妈吗 喜儿问 小米认真地观察了一番说 应该是 他们牵着手回去了 回到了小红马 小白和小米立即张罗小朋友们吃蛋糕 学园里顿时闹哄哄的 小小白可高兴了 小孩都喜欢同侪多的地方 刚刚他爸爸妈妈要带他回饭店 他死活不肯 坚持要陪小姑姑睡觉 张探有了昨晚的教训 这一晚重点关注小小白 严控他的饮水问题 尤其是不能再喝小熊了 也不能让他疯完了 而且小白也找小小白谈心了 叮叮他不能再尿床了 不然小姑姑要没面子的 小小白信誓旦旦地保证 他一定会控制住自己的 小朋友说到做到 这一晚真的没有尿床 第二天上午 白剑平来接小白和小小白出门 他们会合了马兰花 再等来了白志强和杨仪 一行人浩浩荡荡去皇家村的建筑工地 看看小白昨晚送的新房 虽然新房子现在根本没有建起来 但是看看周围的环境和地点也是好的 其实这工地 白剑平和马兰花都不陌生 这就是他们以前工作的那个楼盘工地啊 两人站在工地上环顾四周 耳边响起各种机器轰鸣声 不由地感慨万千 当年马兰花和白剑平都在这里出过汗 流过血 没想到 如今他们在这里竟然也能有套房了 冥冥中似乎自有安排 第二千二百四十八张价 虽然马兰花选的那套房所属的楼洞还没建起来 但是这里有样品屋 商品房还没开售 但是每天便有大批的钱在购房客前来看房 马兰花一行人吃了早餐就过来了 本来以为售楼处应该没什么人 却没想到这时候售楼处已经人群拥挤 嘈杂声一片 小白立刻牵紧了小小白的小手 防止他走丢或被踩扁 白志强一马当先 找到了一位刚送走客人的售楼小姐 说明来意 并报了一个人名 这个人名是来之前张探告诉他的 说到了这里联络这人就行 对方会全程带他们 漂亮的售楼小姐一听到经理的名字 立刻带几人到贵宾室先坐 他出去找人了 没多久 一位青年经理快步走了来 相互介绍后 便带领大家直接去样品屋参观 样品屋有好几套 囊括了这个楼盘的各种户型 一行人首选的便是马兰花选的那个户型的样品房者 房子三室两厅两位宽敞的客厅 精美的家具设计简 约时尚窗名几辆很难让人不喜欢 小白来到一个房间里喊道 舅妈这里是厨房 你以后就在这里做饭塞 马兰花笑道 好宽敞的厨房压 你想吃啥子 舅妈帮你做小白 道 棒棒鸡 马兰花道 可以多点几样 小白说 多棒鸡 舅妈 多放盐 多放辣椒塞 马兰花爽快的说 没问题 多放盐辣椒 小小白也蹦蹦跳跳过来 嚷嚷他要吃火锅 马兰花大手一挥 豪爽的说 做 都给你们做 小白跑到旁边的一个房间 是浴室和浴室 小白招呼白剑平快过来 自己站在花洒下 假装在洗澡 同时对白剑平说 舅舅你看 以后你就站在这里 洗刷刷塞 你不会滑倒了 白剑平笑道 那不是巴士的狠 小白道 巴士你还可以 躺在浴缸里搓走走 让舅妈给你搓 小小白二话不说 直接爬进了浴缸里 想要现场示范 怎么搓走走 但旋即被白剑平 抱了出来 舅舅 你放下我 出了浴室 到了主卧 客卧 来到小孩房 马兰花对小白 姑子俩说 这里以后 就是你们两个的房子了 小白开心道 谢谢舅妈 小小白也赶紧 奶生奶气地说 我也谢谢舅妈 这个小孩子算是傻了 已经改不过来了 只要和小姑姑 待在一起一天 她就永远 无法变回正常 一行人 在样品屋里 参观了许久 才满意地离开 一想到今后 他们的家 就是这样的 坐落在浦江 心中有一种 奇异的满足感 或许是心态的转变吧 从前内心深处 只当自己是这里的过客 但如今这里有了家 心便渐渐安定了下来 要去看看两栋的工地吗 陪同的杨经理问 这几位 他虽然不认识 但是介绍他们过来的人 他却知道 张探 谁不知道呢 这楼有张探的 好几间套房 对接人便是他 所以服务好他们 便是他的主要工作 他甚至在心里想 要是能傍上张探 那就不得了 可比卖房子 要前途多了 可以去工地看吗 马兰花有些异动 杨经理说 工地是不对外开放的 一般是不能去看的 不过如果你们 想去看看的话 我可以联络人放行 马兰花和白建平 对视一眼 很快便决定过去看看 杨经理立刻打电话 和人联系 很快便带领大家 步行过去 二楼就在附近 因为是编号十分前面的大楼 所以房子已经在盖了 马兰花所挑选的这栋房子 位于第六层 属于低层 大家都戴了安全帽 坐施工用的电梯上去 找到了马兰花的房子 完全的毛坯房 在上层便是没有建完的 虽然是毛坯房 但是众人参观的 似乎比样品屋还要仔细 花的时间差不多 完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白剑平和马兰花 感谢了杨经理 走远后 回头再看了一眼自己的家 心中有一种难言的情绪涌现 回去的路上 白志强向父母说起了 工作上的事情 他和杨仪都要辞职 来到浦江 张探安排了他们 进小红马奔腾科技公司 小白尽管已经知道了 但还是雀跃不已 为此抓住小小白 亲了好几口 因为这就意味住 以后小小白也会长留在浦江 可以天天见面了 小小白被亲得呵呵鸣笑 悄悄地擦掉脸上的口水 有苦难言 还要抢颜欢笑 这是小姑姑呀 若是换个人 就算是他妈妈 他也要用小手扛着大喊过分了 马兰花和白剑平 虽然是第一次知道 想说什么 但最后没说 只是叮嘱他们要好好工作 不能仗助张探的关系 在公司里不务正业 白志强和杨仪再三保证 他们进入科技公司 和张探的关系是隐秘的 不会公开 就和按照正常程序外招的一样 张探只是和办公室主任 王文明叮嘱了一声 后续办入职手续 都由他去操办 只要他和白志强夫妻不说 公司里没人能知道 他们或张探的关系 马兰花问 那你们什么时候搬到浦江来 白志强说 我的工作已经辞了 小姨的工作这次回去后 也会马上辞职 快的话 下个礼拜就搬家过来 慢的话 可能要这个月 毕竟杨仪辞职 还不知道能不能立刻走 如果公司要求她工作 一个月后再离职 那也没有办法 马兰花低头 看向脚边的小小白 问白志强 那小小白今天还回深城吗 还是留在浦江等你们过来 白志强想了想说 还是跟我们一起 回深城吧 万一小姨不能这么快离职呢 话音刚落 脚边就传来一声 过分了 小小白才不要走呢 只见小小白站在园定 虎头虎脑的 一脸严肃地看住他爸爸 中午吃了午饭 小小白一家三口就会深城了 这回小小白没有嚎啕大哭 但也流了泪珠子 小白也很难过 但是一想到小小白快的话 下个礼拜就会回来 而且是回来就不走了 心情不由得好了许多 这一天 小红马学院的二号楼 也在最后的施工中 按照计划 今天是要全部完工的 牢里的港亭也重新建设 今天要建设好 小白和喜儿 加上万小虎 以及两只小橘猫 站在院子里 看了一下午 津津有味 一点不觉得无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